韓國 韓國是台灣人 最愛旅遊的國家之一 但你真的會玩嗎 今天各國型男女來賓們 將介紹韓國有趣的人事舞 而到底 他們對於韓國的評價 又是如何呢 張勳,你今天知道 戴那頂帽子 怎麼不提早把它拿出來弄一弄呢 沒有,知道 不知道 這個帽子 我動的話 它會一直跟我一起動 好像軟掉 感覺你是比較 還好吧 我們綠茶都犧牲 他穿阿豬罵的衣服就出來了 不要,怎麼會穿這樣子的衣服 你這一套我婆婆好像也有一套 對啊 是不是 爽 歐巴,你來看歐巴 這集我們要講的是 但韓國有趣的事情 跟好閨蜜出國 其實可以很好玩 但有時候真的很拍勝 是嗎,真的不好玩嗎 我跟你講沒有 我真的很慶幸這一次掃興的人 不是我 你知道我們 前面十次都是你 你每次都你掃興嗎 就是我會不小心掃的興 但是這一次真的好險不是我 在我們要出發的那一天早上 怎麼了 我們五六點就手機就 ㄉㄨㄉㄨ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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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ㄨ 就響了 我們那天是八點的飛機 八點的飛機 然後五六點手機就 ㄉㄨ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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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響了,就有簡訊來說 就我們其中的一位有人 要從北京飛到 直接飛到韓國 很好啊 他就說 然後我們大家就輪流留言 什麼 你在說什麼 然後我就說 妳是在開玩笑吧 然後大家就一句一句一句的在留言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這是事實 結果沒有想到真的是 他已經臨時到 我還想說他是不是要 在韓國給我一個驚喜 對 誰會這麼臨時啊 結果沒想到是真的 而且他負責的東西還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幫小禎過生日 在韓國 那重頭戲就是小禎生日當天 我們會去一家夜店玩 那他以前是做夜店的 所以他說韓國這部分他也有負責 負責到過 他處理熟門熟路嘛 對 所以他來處理當天的夜店就好 我們大家就很高興 就還在那邊出發起來 跟他講說你真是給力啊 你真是給力姐啊 後來那天去阿公店然後咧 誰跟阿公店 就是後來真的一大早 你知道嗎 小禎氣到 他說我已經不想講話了 然後我們每個都皮皮床 然後好險一到機場的時候 他還是笑容滿面 不然我真的覺得我這一趟去 我會皮皮床 因為我真的一開始很掃興 而且因為他出發前還跟大家說 他很想念台灣的滷肉飯 對 你知道胡瑩甄這有情有義的好姐妹 幫他買了多少滷肉飯的方便包 放在他的行李箱裡面 你要帶去韓國給他吃 我已經夠有情有義囉 我就騎著摩托車到處去幫他 湊那個滷肉包跟雞肉飯包 然後有一個高雄的朋友 比我更有情有義 就幫他去買了藥燉排骨 對 然後跟滷肉包 然後帶了另外一個朋友 要的香茅油 然後就整個心理箱就扛去了 你們是要去韓國開胡鬚張嗎 不是 而且他們的心理本來都是空的 為了裝這些東西都滿了 然後我們一下飛機呢 我們看到那個朋友 韓國的機場飄來一陣香茅味 因為他的香茅油 在他的行李箱爆開了 好天啊 就是這樣 怎麼會有這麼多烏龍的事情 都發生在你們幾個身上 然後我們就為了他 為了他帶去 結果他人不在耶 慶死了 這個真的很掃興 但是沒有關係 也不影響大家的心情 因為大家重點是胡瑩甄過生日 對 所以你看看我們有精心幫他 就是好好設計他的生日 對 我跟妳講就是一直排 放煙炮去蜉器啦 一直排去怎麼會這麼 這個還好 這是一個場面你知道嗎 就讓韓國人知道 來吧 台灣的Superstar來了喔 OK 然後你以為就這樣而已嗎 我跟你講 大約過十二點之後 更精采的來了 我跟你講 Superstar的排場有沒有 現場大一幕大打出 Karen Who Karen 莫文蔚來了 Karen Karen 那是Moe 那是Karen Who 所以現場所有的韓國人都是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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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誰 然後所有人都在問 到底Karen Who是誰 對啊 Who啊 然後你看我們高高在上的 胡文貞大壽星 就在那二樓最醒目的看台上面 揮著手 現場是韓國的民眾 大家也跟他揮手致敬 他已經飛機了 真的還假的 莊嚴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有一個朋友真的很有心 就是這個高雄的好朋友 香茅油爆掉那位朋友 香茅油的朋友特別製作 香茅油的朋友 天啊 我們就這樣一行人厚厚蕩蕩 穿著制服走進夜店 你知道有多有風嗎 是嗎 那一天衣服拿出來 我那時候我看妳臉歪掉 沒有內心想說 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妳們是要去見白龍王耶 有點像 我那時候想說好像有點太不Sexy了 是不是這邊要挖兩個洞 把九跟八挖掉 我去夜店的時候有叫男生陪你們嗎 沒有啊 你們要給服務生小費 他就叫把帥哥到你們這邊來 是我們的錯嗎 你們有去是我們的錯嗎 不是 不需要 怎麼弄 我們不需要 就是我們不管是去任何的夜店 我們只要跟服務生講說 這是兩萬塊的一個提供 他會幫你帶女生過來坐在你旁邊 是 這樣服裝的人嗎 沒有 男人 男人 那你去過英就可以了嗎 女生如果要這樣的話是 很帥的男生會過去 而且你要跟他講話 如果覺得很有趣的話 他就一直留在那邊 沒有去他自己走 所以這不是一個 其實在夜店他們也有一直講說 就是 因為我們原本是在樓下的包廂 是 然後後來 因為韓國人其實他們滿尊重藝人 不管他認不認識你 但他很尊重這個行業 所以那天我們的地培就跟他講說 我們是台灣一群藝人去這樣 他就幫我們升級到樓上的 VIP包廂 然後VIP包廂呢 好煩喔 講什麼都不行 講什麼都不行 不行 結果剛才是為了我們的安全 居家隔離 然後咧 然後我們就上去VIP包廂了 然後上去VIP包廂 我們現場 地培就說 現場的男生就叫他們要下去 下去跟底下的女生說 我們有VIP包廂 女生就會跟著上來這樣子 因為你們上去了嘛 那那男的就下去了嘛 就看不到下面的女生 你現在給我轉過去 然後頭對著那個 好了 快一點講啦 講完了啦 韓國夜店是不是就這樣子 他是可以下去約女生上來的 是這樣嗎 對 是可以約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是 我們不約的 我們就跟 威城講說叫他們帶過來 不約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孟多你 他就是那個中間三七仔那一位 對 我就沒指 不是啦 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在那個收入 還有那個大廳嘛 就是那個大球 大球 然後那個鋪山都一樣 就是韓國的所有的一點就這樣子 譬如說一千塊韓幣 他就 他不太會演義 就是說一萬塊起跳 一萬塊大概台幣多少就好 三百 三百多吧 這是韓國的規矩嘛 沒有規矩啦 但是就是稍微給他三百 就算是一個小費 韓國夜店有分club跟nightclub 對 對…有分兩種不一樣 但年輕人都是去club 就差不多是到二十二 我去到時候都是nightclub耶 二三歲左右的 就是那個老人家去的 我覺得夢中很好 年輕的朋友去 像我們這樣這麼年輕 成熟的女生都去nightclub 對… 合理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mess的話 就像是那種年輕club 你給他看ID 他覺得說對不起 他可能就不讓你進去了 有這樣的區別 因為如果我在門口打他的話 會怎樣 好傷人 沒有啦 可能就是說 切磋咪咪咪咪咪 可是我們不是比較有消費能力嗎 那如果 對啊 付錢給他呢 對 可是對他們來講 一看就覺得是阿祈馬 對 因為他們一定會問年齡 就是一進去他們問你多少歲 可是如果他 就是他們的一個問候 看起來是很… 就是年齡是比如說 比如說年齡四十六歲 但看起來是像佩蓁這麼年輕 OK嗎 沒辦法 他們一定會問 除非你不要跟他講說你的年齡 可是那天真的耶 我發現每個男生一問我們 就是問完名詞之後 第二個問題就是問我幾歲 而且因為那個 我的壽星那個已經標在上面了 根本 大家我想說 那只是一個品牌的酒而已啊 誰會想說你們的聲音啊 對啊 妳們還自爆 但是 可是依這個話題啊 因為我有一次的 就是我發現說 然後這個也是我知道 韓國才知道的 誰說的 吃不開就對了 在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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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夢多你覺得不是 我也覺得不是 還是因為跳不去阿樂的那些 韓國人不要的那些 我發現是的 因為我去韓國 然後我是跟一個台灣的一個南模 一起去的 然後我們去了一家夜店 然後因為他是很帥 又高 他跟我差不多 他187 很高 然後在那邊 在韓國的夜店啊 就 好像沒有女生對他有興趣 可是在台灣 很多就是 只要他一出去 一大堆女生就會跑過來啊 然後就是要跟他聊天啊 然後就是要把他 因為他很帥嘛 可是我們在那個夜店啊 就完全沒有人理他 然後可能是因為我是外國人 所以可能就是 比較特別或什麼 所以還是有幾個 不多 可是還是有幾個就是過來 然後就稍微聊天一下 然後我那個朋友 他有一點就不高興啊 然後一直問我說 你是不是跟他們用什麼英文 跟我說什麼壞話或什麼 為什麼他們完全都沒有理我 江勳跟綠長 我想請問一下 這是跟愛國的行為有關嗎 沒有啦 其實韓國女生比較 不會講英文 也不會去跟怎麼溝通 他如果看到外國人的話 他直接就走 他會怕 可是他不會跟你講說 對不起 他是直接 真的 就是像我帶一些 就是我曾經帶我台灣的男生朋友 去玩 他就說 不好意思 你要喝嗎 他就 我去走了 太怕了 我很會 我的男生朋友就覺得 怎麼韓國女生這麼的 冷淡 對 被貴打槍 可是孟多居然不這樣認為 因為他去的地方 應該都是比較邏輯 就是很邏輯 我遇到韓國女生 也沒有這樣過 沒有 因為你們外國 你只有遇到 你只有遇過五個韓國人 因為外國人 外國人的話 他們就覺得說 就是真的要講英文 所以他們一定會跟你講的 但我們的話 就是亞洲臉孔一定會覺得 孟多 你的笑容可以稍微瘦一點 對啊 還是你沒辦法控制 你的顏面神經 怎麼了 不好意思 你們不知道我在韓國多受歡迎嗎 對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跟你講 可是很好笑的是 你剛剛說 你都沒有遇到一些美女 所以是什麼人對你有興趣 沒有… 長得都很醜 但是…沒有… 其實就是… 所以大修的都長得很醜 我的意思是在那個是夜店 因為我的學校那個 金融隊學校 就是其實很多人對不對 知道 知道嗎對不對 我知道了… 我去的學校很多人喔 然後呢 我住在一個室社 學校的室社 然後就是旁邊就是那個 日文系的 還有那個英文系 就是對國外有比較有興趣的 學生 女先生在那邊 你知道我每一個早上 出門的時候都怎麼樣嗎 不是說效果 我出門喔 吃門 差不多七八個 啊 我爸不懂吧 啊 啊 金卓我心想喔 為什麼大學生要課藥呢 綠莎 沒有課藥 他們這樣子課藥跟酗酒習慣多久 我覺得好像是他在課藥 台國政府沒有在管這個事情嗎 韓國怎麼沒有叫他出禁 我覺得是錯的 因為弟兄是剛來的 剛來那本人說 你不會喊我 他們不是說什麼 他們不是說什麼 怪叔叔… 沒有 真的啦 超級說飯 你知道嗎 連那個7-11 那個前家 前家的電影都愛上我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講有全家 有喔 他超熟患 連警察都在找他耶 去韓國女生應該都會 有習慣要跟那個人物看板拍照 有 我們這一台也有 對啊 一定都要的啊 像我個人就是 非常非常喜歡G-TRIGGER的 就一定要跟他拍照 而且你不覺得每次拍完 就會覺得自己跟他好配喔 對 對啊 不是 我不懂耶 看板跟這種拍照有什麼感覺 你不懂啦 不懂啦 你看到啦 我覺得你們超怪的 那你就不會想要跟女藝人拍照嗎 不會喔 我都是跟真人拍照 我都是跟真人拍照 但你又遇不當他 秀娟妳那一張有什麼事嗎 沒有啊 其實我也沒有那麼想跟重機啦 但是因為我們住的飯店對面 他的看板就在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他每... 我走出來他每天都在看我 我不好意思不去跟他拍一張照 所以我就走過去跟他說 重機妳好 然後我就說 他每天在看妳 小時候在小雜貓 我跟他 我不會走 我就每天早上就說 回聲快點幫我拍一下 回聲快點幫我拍一下 然後最後一天 我們就去這一家吃燒肉 對啊 所以他那邊很有吸引力好不好 對啊 對啊 基本上只要他們有 的人物看板 那家店我們生意都會超好 不是啊 走到民眾哪裡都是有看板 這也很好吸引力的 就是一個化妝品就是一個看板 對啊 要有送服我們喜歡 對啊 對啊 你在那邊 他的看板應該是拿來射飛鏢的吧 抱歉 對啊 而且我發現韓國的看板都很乾淨 因為台灣的看板 後來都被眼睛縮到 去畫圖鏡 所以後來都不能拍啊 但韓國的都好乾淨喔 維持得很好 對啊 其實這個看板的事情 看板的事情你不懂啊 我跟你講 這是什麼的 你要有一點跟我一樣 大迷信的說出來 你也是看板人物 對… 換掉啊 沒有人跟他在看板 之後你已經換了嗎 你又去台北車載已經被換掉了 你也是被戳眼睛的對不對 他就是因為那一棟大樓太高嘛 所以就把他頭卡掉啊 沒有 多少個台灣的婦司跟看板拍照 你知不知道 而且就是因為他那個海報 放在那個大樓嘛 結果那個大樓 恭喜 而且他那個海報 我確實經過說 因為看到孟多太興奮了 我就拍照了 對… 拍照就去檢舉了 我會說 什麼 不只是那個看板拍照 還有是去那個經濟公司前面 為了看一次那個藝人 在那邊等很久 等兩天喔 等兩天 兩天不只喔 就等他們出來 一定啊 大家知道我之前住在韓國嘛 對不對 但是呢問題是就是說 因為我住的地方就是 他的鄉下嘛 其實真的很鄉下 沒有鄉下啊 其實真的 哪有超鄉下好不好 我的學校 介紹 我覺得你不喝別家了 情緒也太大了 你這很久之前 你是古代人啊 什麼古代人 這樣很發達耶 10年前就差不多啊 這很發達耶 10年前那個時候 韓國很弱啊 對啊 現在已經很變得了 10年韓國進步很多 對啊 現在怪我囉 你現在有去過嗎 沒有人在怪你 是怪 不是不是 不敢怎麼一樣 就是因為大家喜歡去那個SOLO嘛 對不對 然後就是有一次很丟 不是丟臉的 就是一個 就是還滿喜歡我的女生 他從日本啦 從日本啦 對 然後呢 他想要去逛街 但是我真的 那個時候只有吃到東大門 東大門 還有另外一個是明東 明東 只有兩個地方而已 因為 而且是我玩路差的 因為我沒有去過啊 但是我那時候已經會講韓文 所以他很期待來到韓國 結果呢 我太大去的地方就很無聊的 就是幾個地方 但他生氣了 然後他很喜歡那個叫什麼 裴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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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長東 你真的很古老裴翁俊 是世界十七秒 就是那個時代嘛 時代在幹嘛 現在都改時代 那個時代也沒什麼約會的經驗 你是不是最近沒有去過韓國 所以完全不知道狀況 不了 不是 不是啦 不是啦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很流行 很多人就是為了他來韓國 然後就是那個長東 他眼睛的 然後呢 他在哪裡啊 那個村莊嗎 那個 冬季戀哥那邊嗎 冬季戀哥 村原的地方在排去 村村 對 那個 對 下雪的地方 然後他叫我說派我去 我怎麼去啊 所以我就是決定 就是說 也看起來一模一樣 我說其實在這邊 就是排車是在這裡 他相信 你好開心 烏龍嘛 可是我這個感覺我非常的懂 因為我第一次去韓國的時候 就是我跟我以前女朋友一起去嘛 然後我們去了之前 我們就把所有的計劃寫好 我們就說我們要到那邊 我們要到這邊 我們要吃什麼飯嘛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說 就是我們要去關街買什麼東西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 我出國的時候 我喜歡到外面 我想要了解人 我想要了解那邊的食物 我想要了解那邊的文化嘛 我不會出國為了買東西 但是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你朋友就說 我今天行情很好 我想要去關街 我說 可是我們今天不是說 我們要到那個地方去嗎 他說拜託… 別我去嘛 他說好 OK… 那我今天做一個好人 我就陪你去啦 沒問題 然後我們就去關街 一整天買了很多東西 很開心 好 OK 第二天的時候 一模一樣 他還是要關街 還是要買東西 第三天他說 他因為第二天 問去買一些東西 還是要去買東西 我說等一下… 不行啦 這個太誇張了 很誇張啊 這個太誇張了 還好 他就是想要離開你 沒有啦 可是到最後我就離開他 我就說好 你真的要買東西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快吵架了 那我就說你要買東西 好 那你知道放店的地址 你自己去 買東西 然後再回去 太好了 真的 沒有 沒有太好了 因為我們本來就做的計畫 跟那個鋪宴了啦 你去逛街嘛對不對 交通便不便利 韓國的地鐵其實不是那麼方便 就是因為有 像我朋友有的時候我跟他們去 然後有些朋友會很斤斤計較 那三十塊 或者是二十塊 然後你知道我曾經就是 到了那個地方喔 因為我們台灣的捷運是 這邊坐錯了 你就到對面 再坐回來對不對 對… 可是韓國有一些地方是 你這邊進去錯了 你就得要出來再督一次 然後再督進去 然後就要再多扣三十塊 要重算錢就對了 對 會重算錢 然後現在為什麼 地鐵很多地方沒有手扶梯 很多地方沒有手扶梯 也沒有電梯 你知道扛行李扛到要吐耶 有嗎 有 有 真的有 妳去哪裡啊 我就在首爾裡面啊 首爾地鐵怎麼會沒有手扶梯呢 真的 有幾個站是沒有手扶梯的 都你要走樓梯上去 都很高的嘛 可是真的全部都是走樓梯 很好啊 運動啊 沒有 我要講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第一天到的時候 因為真的不知道 然後可是妳是提行李嘛對不對 然後就是他們會知道妳是遊客 但很多人都會直覺性的 會覺得韓國人好像比較酷啊 或者是不好親近啊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第一天我跟我妹 行李一到一出車廂喔 就有一個阿芝麻就過來就說 哪裡 然後因為她就看到 我們一直在看那個地圖嘛 然後後來她就說 妳要去這個三號怎麼走 她就 陪我們走到那個出口 然後走到那個出口就算囉 到了戰務台 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走 結果戰務員就出來 然後就幫我們兩個扛操縱的線 扛到巷口 然後說 這一棟 是因為妳跟妳妹長得很漂亮吧 對啊 妳夢多去看看 我直接被抓好不好 不用夢多啦 我覺得很貼心耶 我覺得韓國人算很熱情的 可是講到地鐵 我們這次地鐵恐怖殺人地鐵 什麼意思 好恐怖 我不知道我不懂 我這一次去韓國 還知道你們韓國人到底在急什麼 你們韓國人好急喔 我覺得韓國人真的是滿 好急耶 對 個性啦 別點菜都會急 我們從民棟坐地鐵嘛 要去南大 然後這位小姐就在地鐵站 然後她就買了一杯咖啡嘛 然後她就站在那裡 指出來 指出來 她就站在那裡嘛 因為又不趕時間 她就站在那邊 她就悠悠的 然後真的就有一個女兒就這樣子喔 就這樣 一直撞的啊 然後一直撞我們 對 不只是這樣 她還這樣 譬如拿咖啡她還這樣 就撥開 我不懂你們到底在急什麼 然後更急的來了 我們... 是不是 怎麼可能喔 更急的來了 地鐵站台灣的捷運 不是說打開門 然後還有很充足的時間下來 先下後上 對 然後要關的時候就會 滴滴滴滴滴 你就說趕快衝 趕快衝 對 沒有哦 她地鐵就開門了 韓國的... 我們還沒有預計 我們很有禮貌 就讓大家先出來 他們下車的時候 已經讓我有感覺到 試速列車的快感了 因為他們每個就... 很快 然後我想說 好急哦 大家 我想說我們是觀光客 我們要有禮貌 慢慢走 當然 走... 我就被夾住了 啪啦 然後我就... 然後我們後面那位 高雄的朋友 就把門打開 你知道嗎 硬打開耶 硬打開 那真的是喪失了吧 他又變成那個大叔了 就是這個時候 你覺得捷運已經要開了 要開 對不對 沒有 後來還有一個門 真的 有一個女生又在這進來 韓國的人 對 真的 然後我就說 你們到底在急什麼 因為他沒有聲音的 沒有滴... 他就直接... 想關就關 對 真的 你害人關的啦 對 而且他說真的是 完全沒有警示耶 我說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沒有警示 這樣很危險嘛 我說他到底是誰 決定要關門 他就說是那個 就是開車的那個車站 車長 他會看一下 然後沒有人他就關了 我說他是瞎了嗎 人都還在上 所以他那時候很多 阿豬馬會拿拐杖 然後就這樣 戳在那個門上 然後門就又開了 不是 你出去 在韓國坐地鐵 出去一定要快一點 千萬不能太慢 我帶一些朋友去的時候 就是我跟他們講說 我們還是進去耶 對 進去 不管出來的時候 他們行動又不變 你才行動不變 我都會跟朋友講說 等一下要出去的時候 就說錢送哈密達 就趕快出去就對了 後來我就抓了三個出去 結果有一個人 也是偷偷 就是慢慢走 你知道嗎 我們說快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關了 我沒有要嚇一跳 我跟你講 真的沒有能 然後我們下車的時候 已經有上車的經驗了嘛 所以我們就很緊張 想說趕快 我跟你講 等一下要到站囉 所以他就這樣 你衝第一個嘛 然後我們就每一個人這樣 一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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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好 大家開門 好緊張喔 幹什麼逃那麼寬啊 真的 真的不這樣 幫你打的 為什麼要這麼急啊 所以提問你 是因為我們有時候 就是到韓國去嘛 我們還有那個 行李 對啊 那個很不方便耶 真的 因為人太多了 你們韓國要跟日本學了嘛 因為日本真的太那個啦 你們的地鐵也急 地鐵門也急 電梯門也急 電梯怎麼了 電梯又怎麼樣 電梯門也急 電梯門開的速度是這樣 打開之後 還很慢 有這麼快 沒有這麼快 太誇張了 真的 你也超快的啊 我們去那個漢珍木啊 也是啊 不知道誰也被 又被夾 我啊 我被夾 對啊 我好像被有點夾習慣了 我那一天 在高鐵站也被夾 但是佩甄姐走太慢了啦 沒有 就是沒有 可是要開的時候 明明就很有禮貌 慢慢的開 然後大家就慢慢的走出來啊 可是我走進去的時候 就突然這樣子 因為我們習慣那個速度是打開 裡面的人走進來 我們再走進去 而且裡面會有人按開嘛 可是好像沒有人愛要按開耶 打開速度就要走了 他一打開你就要走了 真的 急什麼 對 而且我們就吃烤肉 我們就吃重機的那一家烤肉也是 那個阿芝麻就是 烤肉也是把所有的肉 都放下去這樣炒一炒 然後就是要我們趕快吃掉耶 對 好吃喔 我希望妳趕快走是不是 對 你們都好吃 好吃 在韓國就是 如果你不急的話 你就變成白痴 什麼 對啊 就是如果開車也是 如果要轉歪嘛 不是很多車要走了嘛 如果你在那邊一直等 人家速度慢 就永遠出不了了啊 所以去那個韓國 真的壓力好大 而且 點菜 剛剛也講啊 他點菜 而且他很奇怪 他比如說 我們點菜是這樣嘛 比如說那個牛舌鮮奶一份 沒吃過嘛 就牛舌一份 這個牛一份 這個牛一份 好 那我們先吃吃看 然後那 阿芝麻就會站在那邊 不給我們點 他就會說 你們這樣不夠 一定 牛舌要點到三份 這個牛要點到三份 這個牛要點到三份 他好瞭解你們喔 不是 我們那一餐是吃宵夜耶 對 我們是宵夜餐耶 你們旁邊有人會講韓文 幫你們弄嗎 有啊 而且那個阿芝麻 現在很多都會講中文了 那你們是找中文的阿芝麻 來幫你們講 對啊 那怎麼會差這麼多呢 他真的好急喔 我們去的時候非常慢的 你去的時候 大概是六十年前那麼久 沒有 我們上一次跟玉琳哥去的時候 都非常慢的 而且我還幫他們撿肉 他們都沒有吹的 韓國還有一些那個東西 是我們這次新去體驗的嘛 什麼什麼 大家有看過一部 那叫什麼啊 我愛金山村還是什麼的 他就是有綁一個那個頭 然後他們不是都會在一個地方 然後大家坐在那邊聊天 打牌 吃雞蛋這樣 對 坐在地上 對 那個地方就是汗真木 他就說你們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沒有來過 我們要做最好的 他說有最好的 就是有一整套的全身保養 加上子宮保養 頂級的啊 頂級 你還是要做這個 這對你子宮很好 怎麼這個很好奇啊 子宮保養超對的啊 然後我們一進去就看到 一屁一屁有沒有 中間挖了一個洞 想說 這洞 就是 就是那個洞是怎樣 你知道嗎 就是他 他這樣子一個 很像馬桶 一個桌 就是馬桶 不是 是把屁股 他是說 他說那個桌子長得很像 就是你把那個鍋子放下去 大家就可以煮火鍋了這樣 就是中間挖一個洞的這種桌子 腳就要長開了 腳要很開 中間有洞了 然後他就腳要很開 然後前面有皺一個皺子 看我們後面 對 然後光溜溜的 前面有皺子 沒有 後來他會幫你披上一個 很像斗篷的東西 那是不透風 然後也不透光的 他後來呢 就是開你椅子下面的電磁爐 然後就端了一鍋 很像雞湯的東西 是中藥材 中藥材 就放在你的下面 可是你剛剛講的過程 有點嗆刷刷鍋耶 然後就開始吹鍋了 開始 酒針蛤蜊 就是酒針蛤蜊的概念 就一直在那邊吹吹吹 一直在吹櫃喔 就用中藥材吹櫃 然後呢 我們就腳要打噴 那不是會有一些香茅味 不是 然後他就要用那個毯子這樣蓋住 一個不透風不透氣 然後你就會開始悶汗 對 然後但是你都看得到 每個人的腳型這樣 就每個人都這樣 在跟你講話 然後就在這邊一直燻 後來你就會開始覺得 下體好熱喔 然後開始 因為我們想說 燻子宮 你要那麼深入幹嘛 不是 真的 而且我們還想說 我們還想說燻子宮最多 十五分鐘可以了吧 對啊 差不多啦 我們就說阿姨不好意思 請問知道他燻多久 他說 四十分鐘耶 四十分鐘 那子宮會不會熟了 還沒完喔 然後呢 倒了一種很保水的境界而已 他就這樣子就坐著了嘛 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倒數十五分鐘的時候 現在來了 來了...有什麼事嗎 他突然呢 他突然就來掀 他都很快 他腳很開嘛 然後外面不是有一個罩子嗎 對 他就忽然過來 就這樣蹲在你前面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很快熟 這是幹嘛... 這要幹嘛 他就說 真假的 對啊 快握手了 怕握手了 因為你的腳是開到椅子的外面 所以你瞬間夾不起來 你不想給他看也不行 就是還是 就是任他擺佈 吹過了 他就在那邊 對 好兇喔 然後瞬間 你就是在看他在看你嘛 那他有拿一個譜扇 沒有 你瞬間 然後呢 他就忽然間就這樣 散一下熱之後 他就把這個 因為那個是罩在這邊嘛 對... 頭都出來的 他就把這個拉起來之後 把你臉遮起來 為什麼 你的大小臉就一起蒸同一鍋 中藥材 真的還假的 真的 他就說你這樣子比較好 臉部也要保養 對 對 所以你想像我們被套進去的時候 一直看到 就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好啦 我們就到後面去 就看到一條一條一條的床 他真的很像在洗大體的地方 真的 就沒了 真的很像 又冰冷 又陰暗 然後那個燈光又這樣閃著... 然後他就是你躺上去之後 他就會拿一盆水 然後就這樣潑 你不是洗大體 什麼水 熱水吧 熱水啊 就潑 潑完了之後他就開始露身 全身哦 露超... 露很仔細 那很好啊 沒有 你其實會覺得自己很像是一隻魚 在漁市場被... 去魚嶺 去魚嶺的感覺 就是很大力 都很錯誤,很大力 然後我又是被安排在 露衝的那個位置 你知道嗎 我的那個露衝 就是所有人泡澡 都在那邊走來走去 都看得到我就躺在那邊 腳開開 而且沒有什麼 沒有,完全沒有蓋的嘛 包巾都沒有 沒有,因為他就在露身啊 而且整排都是 對 整排 男生也是啊 他那個露衝才好像 因為我是... 我提早先去被露 露完之後他叫你去洗澡嘛 而且他是怎樣 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現在躺著嘛 他就不會跟你溝通 他就會直接把你腳撥下去 所以我是摔下床的 然後摔下床之後 他就會擠沐浴... 那個洗面乳給你 就說要去洗臉,去洗澡 然後我走回來之後 露衝看到他兩隻腳 面對露衝 所以每個人經過 真的 都看到小露衝 小露衝 那裡就在露衝啊 我才是最大的霎氣 霎氣超重的 那被判罰 你那時候已經 必須要 因為你為了要全身光溜溜 像海報一樣 就想說算了 可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所以那時候 那個小黃瓜敷臉的時候 我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大家看不到你 誰知道這個人是誰 而且真的有一度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像海報 就會想要想 因為好滑哦 它那個油 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擦上去 你全身鼓溜到不行 結果也是滿舒服的啦 但是整個過程就是很另類 就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 男生也有 男生也是一模一樣嗎 一模一樣 就躺在那個上面外 就給你潑水跟擦油 之後他就用力... 很大力 而且身都很黑耶 前面他們是蒸子宮嗎 你們這邊蒸什麼 我沒有...男生應該怎麼 只有純粹是對女生 沒有 我沒有蒸... 蒸什麼的 都沒有 都沒有... 之前我有一個爸爸的朋友 也很喜歡這個曲腳趾 然後就是曲腳趾的時候 就是我們是先背 先用背部 背了以後 就是那個 就爸爸年紀都很... 就是曲腳趾比較厚嘛 他們就會讓那個曲腳趾的人 就是大力一點 有大力... 以後他轉身嘛 轉身 這裡也是大力嘛 以後他是很舒服什麼的以後 他出來...洗澡完了 出來以後 他奶圖都爛掉了 真的 如果我不騙你們 這是真的 這是講什麼 真的 看奶圖也一直脫啊 但是還有韓國的吃的東西 對不對 對 他其實講多元話 但是又很無聊 對 對啊 可是他唯一方便是 而且他有24小時外送 對 他們的好多東西都24小時外送 而且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們隨便一家炸雞店 都還滿好吃的 好奇怪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真的就是離開了韓國 你就再也吃不到那個口味跟口感 你就只能這樣 可是我覺得 很奇怪 對 很奇怪 然後就是他再怎麼標榜說 我們是韓國來的 但是就是吃不到那個味道 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我聽說過 但我不知道 就是人家不是說 韓國24小時都有任何的外送嗎 就是只要你叫 他都會送來 然後你吃完就把餐盤放在外面 他就會收走 對 但是你知道我聽過 最扯的事情是什麼 最扯的就是 你可以早上跟他講說 我晚上要吃帝王蟹 然後他就約在你要的地方 他就把整個用那個保麗龍箱子 對 而且是煮好的 然後就是新鮮 然後就是已經冰鎮過的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吃了 對 帝王蟹都有24小時的 可是就送到飯店也可以嗎 飯店 不管你在哪裡 他都會送你 你知道最扯的是什麼 你知道那個他介紹是怎樣嗎 他們開著車子 然後就在路邊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在哪一個店的門口外面的 哪一台車的車號 他就來這樣 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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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樣送給你 像帝王蟹 這個更厲害的是 更厲害的是 我們夏天在我們在鋪上 就是海邊 海邊超多人 很多人 然後就韓國的朋友講說 那個他想吃 就是那個炸炸麵 看那個洋洋東 大家剛剛講的那個炸雞 我說但是這邊就是人很多 而且是 整個海灘那麼多人 他說 啊 天真啊 真的找得到 他們找得到 10分鐘 真的啦 好厲害喔 好厲害 他們外套太強啦 真的很厲害 是不是你的泳褲比較特別 沒有 不是 他就是說 現在附近有什麼 我現在這個幾日的方向 看到什麼飯店 然後走過來什麼什麼 就是旁邊有什麼 然後我穿什麼顏色衣服 然後就找到你 他們說 我有問過他們說 為什麼外奢那麼方便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他說 因為韓國人其實很少 一個人出來吃飯 對啊 韓國人很愛面子 對 所以他們都很愛面子 都不會一個人出來吃飯 所以他對於我們台灣 一個人會去吃刷刷 過後他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很多人不會去吃刷刷 因為他們都不會去吃飯 對 這樣子喔 但是他們的外奢 也有另外一個很非常特別的點 比如說如果你住很附近 沒有很遠 那你講那個外奢 像我家在那邊有麥當勞 如果外奢 他們還是會帶一個箱子來 但是如果在韓國住很近 他們就是在頭上 對 對啊 直接這樣扛來就對了 那個市場很多啊 他先 再疊一層 然後你看這個阿嬤就送了 他就是頭上有掛一個東西 不知道是圓的東西 墊著 墊著的 然後他就手也不用扶耶 對啊 手也不用扶 曾經有個影片 它是端圓的對不對 有個影片 一個叔叔 他是直接整桌 長桌 大概就是這樣桌子喔 我沒有誇張 真的就這樣桌子 然後擺滿像韓國那種傳統小菜 擺滿滿 然後他就這樣外送耶 但是有一點 有一個重點很奇怪 因為我到韓國的時候 我就去吃 我剛剛說的嘛 我喜歡吃地區的東西 然後我們到一個餐廳 那個餐廳的桌子是比較大的 然後你就是跟別人分享位置嘛 然後我就剛好我跟女朋友欠桌子 然後我們就開始吃飯 然後那個又一個那個 我有一個碗嘛 那裡面有飯 然後就開始吃的時候 我把那個碗拿上來 開始吃 然後呢 不能這樣子會被罵 旁邊的人就把我的手 把我的手分在那個桌子上 然後我看到 你在做什麼 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都不理我 為什麼要這樣 他說因為只有乞丐才會拿起來吃 對啊 然後對面的人就跟我說 在韓國這個不理嗎 所以為什麼他們碗都做很燙 很燙啊 沒有辦法拿 因為他們只有乞丐才會把碗拿起來吃 而且韓國就是那個夾筷子的時候 有那個特定的那個夾什麼 筷子為什麼都用那種扁扁長腿耶 好難 我手都會湊筋耶 對 真的會湊筋 然後因為一直都是夾不起來 那些肉不好吃嘛 我每次去那邊 然後每次就是 因為我是覺得 筷子很好用嘛 然後到韓國每一個 就少肉 好難用 因為太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我有研究過 因為 韓國的東西 就菜的 小菜那種都是很薄的 有發現嗎 就那小菜 所以如果是前面是圓的話 它不容易夾 怎麼會 因為前面是圓的啊 扁的才難夾 對啊 扁的才會可以壓住啊 而且 就是有那個扁的筷子的那個來源 就是之前有一個古代的皇帝嘛 對 我本來要講嘛 對 他如果就是不是 有 皇帝就是吃飯前 不是用銀筷子測試他有沒有毒嘛 對 我就是銀針本人 對 然後 然後就是很多老百姓都是想學他 因為他們是用鐵筷子 就開始來源的 對… 就是每個人都很怕被家人嚇毒 對 類似這樣 就是皇帝做什麼 他們做什麼 對 我知道送你什麼了 不需要 不需要是不是 我問一個朋友 他一直遇到一個就是 在韓國是不禮貌的事情 他就是 他 這個台灣朋友是在韓國買衣服 然後再帶回來 在夜市賣 販賣 然後 他就 他去這個韓國的店說 他做他用台灣生意的方法的概念 比如說他就買很多 因為就想說 我可以再便宜一點嗎 結果他跟這個老闆說 我買那麼多 算我便宜一點好不好 結果那個老闆就超級生氣 就把那個衣服做 他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 真的韓國人真的很難相處 我講真的 我們現在比較好一點 我跟佩生是幾年前啊 六年前 去韓國出外景 沒有耶 我還沒結婚耶 八年前了 八年前 去韓國出外景 然後我們兩個就想說 晚上一定要去東大門買東西 對啊 所以我們就跟蟲蟲哥 還有白雲哥擠一台計程車 你真的知道有多擠了 那不好擠啦 對 我們就擠了一台計程車 我們四個人就是利用 已經錄完影很晚的時間 就衝去東大門 然後蟲蟲哥那時候 就逛到一間店 然後就是一直想要買那個 會閃的皮帶 然後反正就是一直選 然後已經買了喔 譬如說買了兩條 然後已經講完價錢買好了 要走 後來蟲哥就覺得這太炫了 應該再多買一條 他就跟他說 我想要再買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老闆他就直接 他的攤販上面有一盞燈 他就直接關燈 看遠方 幹嘛 他裝不在 假裝他 店沒有開吧 真的還假的 他等就還在現場啊 為什麼要這樣 他等就還在現場 我們就欸 叫他還不理我們 韓國人沒有 他們其實對外國人 要買東西的時候 他會看你到底能不能買這個東西 不是 因為他又付錢啊 對…問題是我有一個朋友 是去買 要買一個包包 他就是要看你買不起啦 他直接就這樣講 那你的氣到誇張 因為他看你的穿著 看你到底能不能買 那你們韓國為什麼要這樣 對啊 而且我跟妳講 連坐計程車都要叫我們喊假 因為最近韓國不是有很多 抗議的那種假日嗎 所以我們在假日 從東大門要坐計程車 我們就先回去了嘛 然後那個計程車一坐 說是喊假的 然後兩萬塊起跳 然後我們就說 蛤 沒有 他都是因為看到你們外國人 就是才會這樣 沒有 後來外面又叫不到計程車 我們就想說好吧 結果我們就幾個 我們也是四個人坐上去 之後呢 他從兩萬塊一直說 好啦 算你一萬八一萬八 因為他會一點點鐘 就一萬八一萬八 然後一直坐坐坐到我們 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其實韓國人就今天很可愛 妳才會跟他說 阿傑西伯伯伯就是什麼 對 我就有跟他講 跟他拉一下 他就什麼都OK 後來我們到的時候 他就說一萬三 我因為身上只有一萬二 我說阿傑西伯伯伯 一萬三 一萬三 對 一萬三 更快你會講一萬三 難怪你得罪人家耶 我就真的給他一萬二 我就嚇死了 韓國人的態度真的很差 我們坐計程車那個阿傑西 你知道我們給他那個地圖 他看到自己在路邊生氣了 怎麼了嗎 他自己在路邊抓公生氣 阿傑西伯伯伯 阿傑 阿傑 幹嘛 怎麼了 地圖怎麼了嗎 我沒來 一直在生氣 情侶過福期間一逢出遊 是許多人心中的夢想 但究竟要去哪些國家 該注意哪些事情 才不會讓夢想幻滅 今天外國其南 就要一一來解密 要看另外一半 最好的真面目就是一起出國 對 或是朋友也是的 對 可以考驗對方的耐心 對 情侶一起在一起久了 總是會面臨到一起出國的時候 一起出國可以很甜蜜 如果兩個人和喝的話 也可以是危機是福 你們有跟另外一半出國的時候 碰到什麼 很多出國回來就分手的 那你跟Stacy 怎麼出那麼多次回來就都... 因為很和樂啊 OK 那還滿羨慕的 因為我覺得出國的時候 在外面就只有兩個人而已 所以如果在外面 他還給你擺臭臉 那心情會真的非常非常不好 有一次我帶女友回德國 然後其中一天我想說 我很久沒有看到我的兄弟們 他們約我晚上出去玩 又來了 就很合理嘛 我可能會去兩個禮拜 其中一天而已 但是問題是我女友那時候說 我一定要跟你們一起去 你沒有帶他去啊 我想說他可能那一天半天 或是那個晚上 可以自己找一些事情做 自己逛街或是在家裡看電視 在家滑手機 我想說他跟我們一起去 他不會講德文啊 如果我跟我的兄弟們聊天 他坐在那邊很無聊 因為你沒有邀請他 如果你邀請他 他可能說沒關係你去就好 可是因為剛好你沒有邀請他 他會覺得你是不是... 沒有,我覺得最重要是 因為是在他的家跟他的家人 所以女生會覺得很尷尬 如果是在飯店可能還好一點 我可以叫房間服務 我可以幹嘛 去飯店有用 但我覺得這個還是不行 如果我是你女朋友 你帶我去德國 然後你有一天出去 讓我在家裡裡面 我也會生氣 誰會交下你這樣的女朋友 他是男的 我會跟他說 今天要跟兄弟出去 我先通知他 今天我們都是男生 你願意來嗎 就這樣子啊 他可能會說沒關係啦 你們就去嘛 但是至少你又跟大家說 對 對,沒錯 那萬一他說我要去 你就帶他去啦 怎麼辦 你都已經帶他回家了 你都已經帶他到德國了 對啊 我最討厭的事情是出國 然後你到那邊的時候就開始生病 這個是我最討厭的事情 對,行程都亂了 因為你本來就是打算去一個國家玩 然後就是你非常開心嘛 痕跡 帶去這個地方、那個地方 到那邊 你就開始不舒服 那你怎麼辦 第一個 你不會講那邊的語言 你那邊不熟 你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所以真的很麻煩 然後我生氣跟我女朋友 去泰國的時候 我們還在飯店哦 然後他開始跟我說 我現在開始不舒服 我就趕快送他 送他到那個醫院 然後就任他看醫生 但是他還是不舒服 大概兩省天 兩省天我們的計畫都被打亂了 對 所以最後他到底怎麼了 他食物中毒 大家好,深思吃不好 一個東西啦 不是話音啦 什麼東西啦 對,所以我覺得最討厭的是 生病 對,生病了,這個 我覺得我最怕的是 天啊,王少爺又來了 我們要去旅行 然後他突然跟我提了一個 而且那時候還是叫我寶寶的時候 他說寶寶,我跟你講 我覺得人家那個背一個背包 然後就這樣 所以我們兩個也來一個背包行吧 然後你知道我就 我想說 嫁恐怖 而且那時候又還沒嫁,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又去北海道 很冷的地方 然後那你只有一個背包 是不是行李就只能很少 對 我真的沒有衣服換耶 因為你要帶很少的東西 重點是很狼狽 你隨便帶兩件外套 那個包包就塞滿了吧 對,然後重點是 因為你還要戴圍巾帽子 手套什麼的 然後我們又自己轉車 然後因為北海道大風雪 所以我們又自己轉火車 轉電車什麼的 然後時間接駁就很不順利 因為你不是當地人 常常買錯票 你要買橘色的線 結果可能講... 不知道為什麼買到藍色的 反正就會搭錯就對了 這樣感覺很冒險 就很不順利啊 我整個覺得狼妹子 他們是在出冒險網的外景嗎 感覺滿像的 可是因為當時我還沒有辦法接受 我現在當媽 我可能就比較耐操 可能那時候還是小姐嘛 然後我們剛好要出地鐵站的時候 那因為我要拿車票 你是不是行李又很多 然後又大外套 又手套又圍巾的 你在那邊找一下票 就不行了 你東西是不會放好嗎 你找東西找那麼久 你是怎樣啊 你在那邊哩哩哩哩 拖什麼拖 反正就開始碎唸 然後後來最好笑的是 第二天我們要出門 因為我其實平常是不化妝的女生 可是我一定要畫眉毛 我覺得沒有眉毛 好像沒有穿衣服 沒精神 對 太赤裸了 會沒有安全感你知道嗎 那天早上 只因為我說 我要畫眉毛 出門 就點燃戰火 而且這個戰火吵到後來 我說 他就說要分手 我說分到分啊 然後我就很氣 我就拿著我的護照 我就分到分 然後自己就拿著護照 就衝出去 重點是我衝出去很帥對不對 對 我沒 那還好吧 終於沒畫眉毛好 他還是沒畫眉毛 還沒畫啊 然後又赤裸 然後又沒有帶錢 對啊 好煩哦 然後正面我又沒錢 我想說他可能會出來追我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寶寶啊 然後結果後來 我在那邊一直等在大廳 還先在門口閒晃哦 在房門口閒晃 他都沒有出來耶 然後我就想說 他也在畫眉毛 他畫什麼啦 我就想說 我這時候回去真的還沒面子耶 然後我就混到大廳去 混了大概一、兩個小時 他都沒來找我 這太誇張了吧 我跟你講 因為他知道我沒帶錢 我能去哪裡 所以我們今天也有做了一個 我們剛剛講了 如果是沒有任何金額 沒有任何天書的限制 台灣人到底會想要 另外一半去哪裡玩呢 是 我們先看中間的好不好 來,先看第三一點 巴西 怎麼可能 來聽聽台灣人的 巴西 因為我想跟我另外一半去 賽日光浴 那邊感覺很熱情啊 然後跟另一半去 感覺可以感情很好 然後另一半可以 就是 變成像 巴西人一樣熱情 巴西感覺是這個 很熱情的地方 而且就是想去 他們的海灘 然後還有夜店那些 我本身是學舞蹈的 那我想跟我另外一半去 那邊學個 燒灑之類的 那我也覺得 巴西的人其實都還滿熱情 我想感受一下 那裡嘉年華的文化 聽說他們那邊有嘉年華 滿High的 我最不想要去巴西 因為感覺 巴西的自然比較差 很容易被偷 而且那個 巴西的女生都很熱情 很怕男朋友去那邊 就不想回來了 我覺得巴西那邊 真的太熱了 熱到我真的 每天都覺得受不了 你知道有一次我去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好像人間地獄喔 我在想說 我幹嘛跟我女朋友 來那邊受罪 可是人家回來很開心 我會覺得 我這輩子 我不會再去巴西 貝丹妮 那個舞陽 他有天然的巴西的那個rhythm 你有嗎 當然啦 那扭一下啦 當然啦 扭一下 舞陽要跟誰調 就自己啊 跟我啊 跟他 因為我超想去巴西的 來 舞蹈老師 有誰 舞蹈老師 貝丹妮終於願意把打歌譜拖下來了 有 有 沒有擂過的 有 有 童童臉好累耶 童童會跳 童童又不是在 在巴比歐跳臉 所以巴西每個人都會跳舞 好厲害哦 基本上都會 在協議裡面都會跳 不好意思 到底要跑到什麼時候 你剛剛靈巧如舌耶 好靈活哦 你剛剛好瘦哦 你幹嘛不夠跳好不好 這個是沒有排過的 你看兩個跳得像天作之盒一樣 你應該下去跳 大家才知道真的沒排過 為什麼想去巴西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可以感受到那個 森巴嘉年華的那種氣氛 我覺得非常棒 而且我很喜歡看女生 就是很風雲的 女性的身軀 然後你知道森巴嘉年華 他們都會女生穿得很少 然後我超想要帶他們 那個大羽毛 對 我覺得他很漂亮哦 他們的服裝都很誇張 很漂亮對不對 嘉年華是一定要去的啦 而且大家可以準備 如果要去的話 要趕快買票 因為就是二月 二月 二月啦 現在來得及嗎 他們嘉年華不是都半年前都定了 為什麼來不及來得及啊 可以去啦 可是巴西有很多費丹尼門耶 沒有 沒有 沒有,沒答應 只有一個 而且搭在台灣啦 然後可是嘉年華 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活動 他們是會連續跳幾天啊 那個活動 總共大概是五天 但是很多人分假一個禮拜 對,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是特別熱情 大家就去看這個表演 然後這個表演就是大家就是... 你剛剛說的嘛 穿得比較少 對 而且他們也有那個羽毛 羽毛那些東西 非常漂亮 我想問一下他們到底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體力 可以有些人連續跳個兩、三、三、四天 他們很厲害 超厲害 而且他們的高跟鞋超高的 他們可以跳一整個晚上哦 而且如果你跟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去那邊 看這個活動是一個很特別、很熱情 而且你可以跟他有這個經驗 這個一定會加分 那講真的 因為巴西平常的治安就不是很好的 嘉年華會更不好嗎 應該是說還好 如果你不是一個人去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啊 對,當然 如果你... 你來台灣之後 有好一點嗎 有 這個是沒有問題啦 這個是沒有... 當然 去巴西的話不只要去嘉年華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旅約 旅約啊 譬如說旅約嘛 旅約就是大家知道 旅約是哪個地方 還有那個奧運啊 那個... 那個克里斯... 那個耶穌山 那邊非常漂亮 而且特別很多父親去那邊拍照 因為那邊是最... 更好是旅約最高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有一陣子 你有海邊 後面有山 然後下面都是那個旅約的城市 非常漂亮 是巴西很多地方可以玩耶 那我的城市叫Vitoria Vitoria City Vitoria 它是旅約的北部 然後那邊是非常漂亮 因為前面就是海 後面就是山 對,然後海邊就是有... 你可以跟你的女朋友 住那個海洋 那個小小的床嘛 然後你可以跟你朋友一起玩啊 什麼的 可以滑住 對,可以滑住 對,很浪漫 現在以前我們飛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是從除夕飛 然後到那個 巴西已經是豬二了 但是現在有 可以到那個啊 那個什麼啊 我們今天講的那個地方哪裡 可以轉機 杜拜 杜拜 今天到杜拜轉機 就省掉很多時間了 真的 但從這邊杜拜 然後杜拜到巴西嘛 對 OK,這真的是可以 這樣飛好像二十幾個小時到 我每次飛的話 至少三十多個小時 以前我們飛的時候要四十個小時 然後這邊要轉很多站 對 里約是剛好從台北到里約是 就是地球最遠的距離 最遠的 對啊,最遠 最遠的距離 但是真的值得去 值得去 所以要去的話 真的要去 而且我們上次 你如果要去巴西 真的要排很長的時間 因為我們上次是一個月的時間 去了阿根廷、巴西、巴拉圭 附近 因為我們這三個一定要玩嘛 南美之旅 可是你知道我們安排一個月哦 每個地方都是 根本不夠玩 那個累死了吧 可是我覺得你去巴西 一定要跟很多朋友一起去 為什麼 你在海灘想去游泳 你去五分鐘 你的東西都 不見了 就不見了 真的 我們在法國站上那個 而且二月的時候 因為很多法國人喜歡去那邊看那個 KORNAVA是很漂亮 可是他們會被騙的是 去游泳 然後他們東西怎麼都不見了 我媽媽就見我的父母住巴西 然後他們坐幾層次的時候 我媽媽把他的手臂放在那個床戶 然後大家喘一些 這拳戶啊 一些雞肉裏 然後那個設計說 不要放在外面 有一個那個摩托說 LINE 很可愛 借你的手臂 為了... 這個 借你的... 你的手臂為了那個... 不可能啦 有啦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我有看到一些記者 他們做直播 然後有人來搶他的臉子 沒有,這個會 這個會 所以要去巴西 第一個 如果你有朋友的話是最好的 對,第二個你不要... 我們是聊說最想跟第一站去玩 想到治安 到後面怎麼... 接下來我們的第二... 第二個想要去玩的地方 是第五名啦 好,我們來看第五一名 義大利 還是第五名 怎麼第五名 怎麼會這樣 應該是第一吧 對,我們來聽聽大家怎麼說 因為義大利是購物填藏 有很多名牌都可以買到 就想請男朋友 帶我去那邊逛街旅遊 那邊的風景、民情啊 還是一些古蹟 我都還滿欣賞 因為台灣看不到 因為那邊的建築很漂亮 然後感覺市集就跟台灣的不一樣 所以我想要跟另外一半 去逛當地的市集 因為都是古蹟 就跟另一半去感覺怪怪 比較適合跟家人吧 我這個人其實還滿懶惰的 因為我覺得到哪邊都要有商店 我覺得比較方便 然後因為我是有聽朋友說 就是義大利 是沒有什麼商店的 所以我覺得說 我最不想確認應該是義大利吧 因為好看男生太多 我怕我 請問最後那一位是什麼 怎麼會呢 怕定力不夠 而且他剛剛說 義大利的商店不多 怎麼可能 米蘭耶 義大利商店是多 但是它很晚開 很早館 所以他就是 譬如說你們習慣有7.11 24號 就是下午點開 六點就關了嗎 下午... 沒有 是看來試營運而已是不是 譬如說你要吃飯 你可能是十二點半 一點到三點 三點就沒有了 你就三點到七點沒有東西吃 然後七點才開始開 然後可以開到九點半、十點 所以我們平常吃飯的時間 我們都沒有東西 好啦,我想要推薦一些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東西在義大利 不好意思 我想要推薦一些 義大利的很好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大家都會去威尼斯嘛 威尼斯一定要去的 威尼斯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 城市大家... 對 可是人非常多 它每一天有破萬的遊客 而且它是忽然間的 有一年不知道有個什麼 船...有一個謠傳 還是是真的 船尾 就是說其實再不去 那威尼斯會淹掉 對 我覺得為了避免 一直跟別人急在一起 可以去做... 真的去做那個 因為那個船 它會帶你去很多很多很小的 就是比較大的船 沒有辦法進去 然後它會帶你去很多 特別安靜、特別漂亮的 然後搶你 的地方 它不會搶你 可是有可能它會唱歌 韋佳德說 現在其實共同郎他們有一些 唱歌不見得是真的在唱歌 有些是帶一點 不文雅的字眼在裡面 因為義大利文 不論你媽什麼髒話 都很好聽 真的嗎 對啊 講一下吧 譬如說 阿芳苦羅 阿瑪瑞瓦 阿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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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聽起來好像都在聽歌劇的感覺 對 還滿悅惡的 對啊 你大概講了什麼 我不敢講耶 你不要先講 會剪啦 這麼髒 會剪啦 會幫你剪 會幫你整半剪成... 這個浪觀光客 來這邊 你剛剛這整段那麼浪漆 如果你們不把這段剪掉 我就不來了哦 那留著 翻譯到 雕邪他 我是一個很有禮貌的人 太可愛了 那你剛剛講的是威尼斯一定要去嘛 威尼斯一定要去 還有哪裡 米蘭 NO 羅馬 羅馬 要去啊 羅馬 我要講一個重要的東西 在羅馬 很少人知道 我們羅馬裡面有一個河 叫 非常非常漂亮的河 因為我們那邊天氣 一整年都很舒服 在羅馬 你晚上逛完的時候 你要去喝一個酒 抽那個水煙 水煙 抽那個水煙在那裡 你可以在河邊 坐在那個酒店 在那裡可以走到兩點 走到兩點都沒有問題 而且因為那個河 都在市中心的裡面 所以所有的觀光客 住市中心 走路一定可以到 所以你可以喝到 你只要可以 然後就慢慢回到家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台灣人比較少聽到 叫 它是一個很小的 很古老的城市 在山上 在羅馬附近 從羅馬坐火車 大概要一個半小時 到兩個小時 好漂亮哦 然後那個地方 好幾百年都沒改 所以他們的房子 真的是那個時候 很久以前改的房子 人就是住在那裡 它是一個小鎮是不是 一個小鎮 一個山城 這個太漂亮了 超漂亮的 就是在裡面嗎 好像城堡 有 有 可是比較少 因為大家都習慣 但可能就要熱鬧一點的地方 就慢慢離開那個地方 好像在看權力遊戲 冰與火之歌 對 那一類的 它有一個特色 但是很特別 因為它是天主教 世界最重要的地點 它有最重要的教堂在裡面 然後很多人說 那裡的能量 是世界最高的 所以我發現 太快了 所以我發現 去那裡的時候 我們去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地震 所以已經一個禮拜 很多人不在那裡 然後遊客都沒有來 可是那邊的人 都不會心情不好 他們每次都會心情很好 然後很多人說 因為那個 那裡的天氣 跟那裡的能量很高 我覺得超級值得去 你是 意大利是住在哪邊 我是住威尼斯附近 你是住威尼斯附近 對 還有那個 可是以後老人 我想要搬到阿西西 你阿西西去 那趕快搬去啊 那以上是意大利嘛 對 我們再看 意大利的上一名會是什麼 第四名 美國 美國第四名 這些怎麼都會在後面呢 看一下VCR 對 因為我想要玩遊樂設施 所以我想要去美國的迪士尼玩 想要跟另一半去好萊塢那邊看一下 然後搞不好可以 遇到明星之類 因為我想要跟他一起去那個 時報廣場跨年 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美國開場NBA 因為我跟男朋友都很喜歡看籃球賽 阿拉斯加油 很漂亮的激光 我覺得一定要跟另外一半去一次 才能夠追尋到人生的興趣 拉斯維加斯 是我特別想要去的地方 因為小時候曾經去過 那時候年紀太小 連賭中也沒辦法接近 現在如果長大成人了吧 去那邊我相信可以享受更多的精彩 因為我覺得那邊的 夜生活比較豐富 感覺有一些酒吧 或者是Vegas 有一些賭場什麼的 比較不適合跟女朋友單獨出去 我覺得美國就是地滿大 然後各個地方 如果要跑去玩的話 就每個景點都離太遠 就是花很多時間在交通上面 兩個人一起去的話 就是有點不太推薦啦 Vegas 就真的建議單身去 Vegas有... 對啊,夫妻... 對,其實我覺得 美國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美國就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國家嘛 而且那邊也是非常熱情 然後我覺得 譬如說去卡利福尼的話 卡利福尼真的 給我一個巴西的感覺 因為那邊就是大太陽 然後有海 然後人那邊就是很友善 所以我非常喜歡那邊 而且美國這麼大 每個地方也是不一樣 那邊有海邊 那邊有山 那邊有大的城市 那邊有熱的地方 那邊有冷的地方 阿菲,但你現在講這 很多國家都有啊 沒有 台灣南部肯定也有 台灣也有海啊 你現在差很多啦 阿妹啊 差很多啦 我們也有湖啊 我們又是月潭耶 對啊 差很多啦 台灣沒有沙漠啊 對,台灣沒有沙漠 我每次回到羅生機 我一定會跟我老婆去 一個海邊 它叫 很漂亮 對,然後它有一個 光街的地方叫 Santa Monica Promenade 那邊好漂亮哦 真的很漂亮 然後你在那裡 你可以一邊光街 然後你可以看到 那裡的當地的街頭藝人 他們真的很強 你可能在YouTube看到一些影片 他們可能打鼓什麼的 或者畫畫 真的很精采 很專業的街頭藝人 我最喜歡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街頭藝人在表演 然後風又很舒服 然後你在那邊就整條就是很舒服耶 那邊很漂亮 對,然後我們光一光吃完 一定要去吃 全加州最有名的漢堡店 就是In & Out 這一定要吃的 對,那個在高速公論 對,然後我們在那裡吃不夠 我們還是要帶一些回家 可以繼續吃 了解 因為像我們出去旅行都有 有錢有有錢的玩法 沒錢有沒錢的玩法 可是我覺得印象中 美國好像沒錢是不能去的 可以的 真的嗎 你看我沒錢 我只能去玩兩個禮拜 可是你沒錢出門都是個問題 沒有,這個你要規劃一下 其實如果一個人有駕照的話 可以開車 我們去羅申基 然後 San Diego 拉斯維加斯 菲尼克斯 Grand Canyon 好多哦 San Francisco 都有 那你花了多少錢 都有Mondo的錢 總共花了大概六萬台幣 不會啊,那還是要錢啊 你個人總共花六萬台幣 包含飛機票耶 真的很少耶 兩個禮拜 兩個花都來了 對 每個人花什麼錢 飛機票兩萬五 你們車子是有四個輪子嗎 我們都七腳踏車 沒有啦,真的 但是我有朋友在那邊 所以我可以住朋友的家 那就省很多啊 如果你要有省錢的話 其實去美東啊 因為美東你交通費省超多 你可以走在那邊逛啊 中央公園那邊 可是他一逛就會開更多 對 對象是哪裡啊 其實你說那個 是阿凡達的劇照嗎 如果你在網上一點 有一個國家公園 它叫 郵勝美地,國家公園 郵勝美地 我人生第一次去美國 郵勝美地 真的很漂亮 那是什麼 這是行李箱 它叫Samsunite 那我跟你說 就是你去... 你去美國 平常你可以帶兩顆行李 對不對 對 那我建議你 你帶一顆就好 然後你在美國 你再買一個 因為它的... 它的價錢非常的便宜 它可能在台灣的... 一半的價錢 真的哦 真的很便宜 對... 所以我建議你去美國 買一些東西 然後當然一定要去迪士尼蘭 對 對,然後... 其實有兩個 一個在加州 它叫迪士尼蘭 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 迪士尼樂園 樂園 然後在佛羅里達 佛羅里達州 有那個迪士尼世界 迪士尼世界 然後他們都值得去 值得玩 對 然後這個最後一張 你看到那是什麼嗎 那個是螃蟹 跟那個... 蟹餃 對,蟹餃 跟那個龍蝦... 那個... 什麼鱔 蝦... 蝦子 對 就是少俠最喜歡的吃到飽嗎 應該是 好 你這個是L.A的餐廳嗎 還是Vegas的 這個是在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對,所以其實拉斯維加斯 它真的什麼都有 你可以看到很精采的表演 然後你可以吃得非常好吃的 這組餐 吃到飽的 然後它沒有很貴 對,然後你吃完 你可能覺得 我覺得我的男朋友 我女朋友很棒 我也要娶給他 我也要嫁給他 然後你就可以去那個 DRIVE THROUGH 你可以開車就結婚了 真的,可以結婚 結婚這樣子 那個可能要 所以可能十五塊 五百塊台幣 五百塊台幣啊 五百塊台幣 你又可能要來形容 你開車就可以了 對,就算你去買單老那個... 得來速 對,得來速 就這樣子結婚 我是說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對,方便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這樣子結婚的 那有可以開過去離婚的嗎 這個 不要有個人情緒 沒有個人情緒 好好做節目 因為Vegas有太多喝醉的人 他喝醉了 他就開過去結婚 真的 那他特別後悔 他是不是可以開過去就離婚 就是那個電影嘛 最後大丈夫 而且他就是一邊要結婚的人 就是天使 然後離婚的人就是撒旦在辦 你看這多有創意啊 沒有,這個應該是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那邊應該有吧 對 對 對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哪個國家 是第六個 所以這個就是最不想去的囉 是的 怎麼會是這樣啊 怎麼會呢 還有誰 誰沒被點到 法國、德國、日本 台灣人最不想去的是 德國 是說想去的人比較少吧 柏林的馬拉松很有名 所以我想要跟另外一半去柏林玩 然後順便去跑馬拉松 德國人還滿熱情的 然後他那邊好像有一個就是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帶另外一半去那邊就是喝個小酒啊 我會比較喜歡去像柏林這種有地下文化的地方 然後帶另外一半去那邊party啊感受一下次文化 那邊好像沒有什麼地區可以逛街 就是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逛街買東西的女生 那我覺得去到那裡可能就只是一個工業王國的地方 就是沒有什麼讓我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德國好像就是比較不浪漫 然後聽說去那裡上廁所都要花錢 你知道嗎 德國也沒有電視 沒有電視 德國也沒有玩具 你是不是已經放棄 玩耳機了嘛 可是我個人覺得還在丟電耶 他有點在生氣 我就要講 台灣人德國的科班印象怎麼那麼差呢 是因為我嗎 是我愛人嗎 不是 沒有 是我愛人嗎 我去了德國 你看我也覺得德國人真的很嚴肅啊 對啊 剛剛有一個人說什麼德國人好熱情 那是喝醉了 他在啤酒節啊 對啊 好怪喔 可是像那個沒有大家都不想去 我老公 王少爺好可怕 王少爺本來就是個嚴肅的 王少爺又想要有想做的事情 回德國只回家鄉好不好 而且我覺得男生要帶女生去德國 真的很不 就是很不貼心耶 因為像王府一直要約我去德國 他的理由是 因為德國有一個高速公路是沒有限制 對 他想要帶我去飆車 他去車 我根本就不想飆啊 讓我想起了SKY哥 是嗎 但是我要幫他講一下話 你看男生 很多男生都喜歡車子嘛 那全球哪一個國家沒有限速呢 只有德國嘛 對啊 所以 如果你愛你的老公的話 你應該有允許他 可以 我可以允許 飆車很危險 那他不想一個人去嗎 他想要叫我跟他一起去 可是我不想去啊 哪會不會不知道耶 而且他就想要看一些車子的 什麼這個那個的 我都沒興趣啊 很貼心啦 德國 我算是去德國 被我爸拉去哪裡你知道嗎 B&W的那個... 博物館 很有名耶 我進去就快速繞到B1 然後就坐在那裡等他 女生就是沒興趣耶 女生真的都沒興趣 超無聊 我覺得男生可以去 可是女生真的不會想去 德國的大自然非常漂亮 很漂亮 他跟瑞士就一線自得 所以跟瑞士很像啊 我真的很好奇 你們對德國的刻板印象來自哪裡 我們認識 你們有真的... 你們有真的認真的去看 網路上看關注德國的資料嗎 德國啤酒很厲害 還有德國主角 對 我應該是三年前 去德國外景的時候 覺得很棒 對,我覺得當地的人滿好的 而且德國而言歐洲最有名的 Festival 應該是他們的啤酒的Festival 對 所以每個歐洲人都很喜歡 覺得非常好玩 是真的很好喝 對啊 所以我們對德國誤會那麼深 就是因為我們認識賀少俠 小俊,我知道為什麼他女朋友 要生氣了 他女朋友想說我就不想去 我是為了愛你 所以我陪你去 結果你要幫我放聖誕 來幫忙一下 對 終於知道了 突破盲場 說得很有道理 對 那你介紹一些景點 有沒有一些景點 其實德國也有一些浪漫的地方 情理與曲劇的 剛剛一個人講到柏林 柏林也有當然一些字文化 一些很有藝術的東西 博物館都有 那在我的家鄉附近漢堡 就有一些 比方說有一個 漢堡堡 那個是一個遊樂場 它四月、八月跟十一月有開 這個就是一個市集嘛 那那個有點像台灣的夜市 可是它比較大 那那邊有很多不同的 那邊摩天輪 所以滿像Santa Monica那邊的 因為滿像的 對 滿像的 然後它很大 然後那邊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有一些 很多不同口味的德國香腸 或是一些 豬腳 豬腳在夜市可能比較沒有 它比較複雜 但是一些其他的甜點圈 還有 還有什麼 薑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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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浪漫的呢 因為薑餅有一些特別的形狀 非常像愛心的形狀 那愛心上面就寫 就是我愛你的意思 所以如果男生帶女生去那邊逛一下 就買一顆心啊 然後就是 送給他我覺得也滿浪漫的啊 你可以再講一次嗎 那個我愛你的 我愛你 德國的自然真的真的非常美 他們的建築 他們的東西真的很美 問題 可能是人 我覺得 像我覺得我去那裡 我發現那個人 他超級冷漠 然後他超級愛說 非常嚴格 你知道嗎 我挺... 我挺在那個紅線 他們就是剛好跟義大利人相反的 我們是很熱情 然後很... 就是輕輕鬆鬆的 你們就... 我有一次挺在那個紅線 媽媽咪啊 我去喝個咖啡兩分鐘 就有一個... 我外面有一個阿嬤 拿手機打電話 再過一分鐘 有那個拖運 拖掉車就來了 不是 我就跑出去 趕快... 趕快衝了 然後那個阿嬤還看得很不爽 那你就 撲到那個阿嬤 就當電話你 當電話我講 對啦 在德國要注意一下規則啦 德國人是不是很說法 可是其實我們 還很會玩啊 就是比方說啤酒節的時候啊 剛剛提到了嘛 九月 那邊超級熱鬧 很多人 而且... 其實德國真的有好玩的地方 有 第二名 好 先看第二個好了 第二名啦 第二名的是 日本 怎麼會有人超越日本呢 我們來看一下日本的VCR 剛看完月星郊七 就非常想帶另外一半去 看字的話 我們至少會比較好懂 然後 因為他們的美食 看起來很好吃 然後他們的包裝就很精緻 比較吸引我 因為想要帶他去那邊購物啊 像日本東京那邊的藥磚 就很好買 日本有一個叫晴空塔的地方 它的夜景很漂亮 跟另外一半去還滿有情調的 想要跟男朋友去日本拍和服照 然後 製造甜蜜的回憶 因為他們那邊聽說也有就是那種煙火節 然後就還滿適合情侶去 其實有去過一次日本 然後是去日本的大阪環球玩 然後我覺得那裡真的就是非常好玩又很大 然後尤其就是很適合情侶可以一起去 我最想要去日本九州 因為我想要去認識九州的文化 還有認識我的男朋友的家鄉 還有他的父母 我的男朋友其實就是 夢多 不是 我只是他的粉絲 摸著第二名而已 因為日本好像是很多國人會選擇 台灣的 第一個想要 多人去啊 我光是這兩年就已經去三次了 而且重點是因為他近嘛 而且重點是他又方便 帶小孩什麼是絕對是OK 所以所有台灣人第一個想要 一定都是日本 對 而且對我個人因素來說 因為我們家有太后嘛 所以一定是以他的心情為考量 但是其他的地方 他累他都會抱怨 但他如果去日本 他真的就不會抱怨了 好吃好買 好奇怪 而且重點是有很多精巧的小東西 因為女生喜歡精品 喜歡看那些很精... 比如說好像就講說 BARBERRY、CHANEL 但是到了日本 那些手作的東西都可以媲美 那個質感都可以媲美那種精品 所以對他來說 就是我只要他累了 我就知道 好 我們先去旁邊 先去旁邊看一下那個小精品 去哇 去少女心一下 所以就可以玩玩到很晚 那你日本最愛去哪裡 我自己 其實我很喜歡去大阪 大阪 他滿滿舒服的 福岡其實也滿舒服的 我喜歡大阪 那還有一個地方 也是最近大家很常去 沖繩 是的 沖繩 我覺得日本第二名 應該是 對 對嗎 你看日本人沒有那麼的 喂 這麼大聲好嗎 對 大家都有平 平時的 質感的 對 所以我想今天就是介紹 一個我的老家 然後在那邊有一個 世界最大級的一個水草 金沙 然後近距離可以看到那個 大金沙 金沙 金沙 然後這邊還滿壯觀的 很壯觀 而且很美 像我們家就很喜歡北海道 而且我老公真的很認真地 跟我討論說 小孩就是漸漸大了 讀書之後 他想要 這個姿勢是不是王少爺 叫你們擺的 對 而且還要 DORRE MIFASO這樣子 而且妳剛剛 經過妳剛剛一連串形容的故事 我都覺得妳們表情好 沒有 沒有 這個露營我真的覺得很棒 因為 我覺得妳跟兩個小孩 笑起來都不快了 對 不會 露營這一趟 我覺得真的很棒 而且很推薦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露營車的行事 它跟露營不一樣 露營是住宅在一個地方 對 可是露營車 我們都會先規劃 第一天去哪 第二天去哪 然後我們就是晚上的 就是一天行程結束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找一家很棒的餐廳 吃飯 然後喝點小酒 那如果喝酒累了 你直接就可以跟老闆商量 在停車場 那如果 如果就是沒有喝酒的話 我們就會去找很棒的日規溫泉 日規溫泉其實很便宜 然後重點是日本的那個溫泉 都很漂亮 然後你到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泉質 所以你在泡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舒服 所以我女兒也跟我一樣 非常愛泡湯 然後像我們這個是 還就是帶小朋友去睡覺的地方 會有鹿啊 狐狸啊 狸貓啊 小朋友看到都很興奮 真的看到鹿媽媽 鹿爸爸一家人 一起床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們那天 在那個金山湖旁邊的營區 然後那個車子就是 我那天很早起 然後窗簾就透光 然後一打開就看到那樣 日出這樣起來 然後老公就跟我手牽手去散步 然後我們就自己煮咖啡 然後就在湖邊迎接那個日出 所以我覺得那感覺好棒 真的很美 可是其實六福村就有 長頸路會填你的玻璃 對 不一樣 因為你是他... 天啊 第一名就是法國了 耶 過了 龍姐 好的 我們來聽一下大家怎麼說法國 因為法國人就是 生活步道都很慢啊 有很多很漂亮的古建築物 然後他們歷史很悠久 在那邊一起散步 就覺得很浪漫 它人跟風情比較有浪漫的感覺 然後可以在愛菲的鐵塔上面 往下看 就是一起吃飯跟另外一班吃飯 就我覺得法國那邊的景點 或者是風景 就是氣氛啊 工作很累什麼 然後想要去放鬆 跟另外一半去應該還不錯 想要跟另一半去看 巴黎鐵塔 還有羅浮宮 就覺得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 因為法國是名牌大國 去那邊的話就是心情就好一半 然後順便做代購 邊賺邊玩 因為感覺法國比較高傲一點 那可能跟另外一半去是一個 比較不適合的選擇 因為法國那邊有很多名牌包啊 然後人家可能都覺得很貴 然後覺得買給我有點 會花很多錢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呢 比歐 其實真的 法國是很漂亮的國家 可是我覺得走在法國的街頭 除了就是男生真的都很帥 然後他有一個很浪漫的 讓我會覺得你到了那裡 你就會不自覺的也跟著浪漫 因為我那時候去其實是自己去 然後可是他街頭 你到處都可以看到 夫妻情侶 然後不管是七老八十的 老先生老太太 隨時隨地都是很呵護 然後很愛著另外一半 然後隨時在街頭擁吻耶 然後那時候我就好想寫明信片 給男朋友這樣 就是說他整個氛圍都是以一種 浪漫的氛圍這樣 對 粉紅色就對了 對 整個都粉紅色泡泡一直在飄 就是那個 那個城市的巴黎色 你在路上走一走 你感覺在一個點音一樣 所以雖然這時候很多人說 有一點脏又小豆什麼的 可是那個城市真的非常漂亮 可是走一走就會 腦海中就會有這種旋律 對 真的 現在是為時到逆流 是不是你講到法國 然後你個人就是 路邊有街頭藝人在放著 不是 你就會腦海裡面 就會有這種旋律 然後晚上你回去 你會跟你朋友去餐廳吃飯 然後那個輔助人會放蠟燭 然後又會一些 因為義大利早不到工作 所以他們會來法國 或者是打吉他 或者唱歌 或者是送話 對 然後... 你又想罵什麼了 想罵什麼 又罵的 對 又有人罵你們 對,那除了巴黎 我今天又帶一個 一個地圖 你可以幫我拿嗎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去法國 一定要去巴黎 對啊 可是如果你們去兩個禮拜 你可以去看別的地方 要來南法 好想去法國酒莊哦 南法很漂亮 對 那馬賽可以坐車子 然後可以去觀光 然後有一些像普羅方式的 想像的地方 可以看那個藍波森林 薰衣草田 好經典的畫面哦 好漂亮哦 然後其實在那邊 可以看到它很漂亮 但是看薰衣草田 是不是要什麼月份的時候 才能去 夏天要去 夏天的時候 不好意思,吳子龍 你讓一下好嗎 謝謝 謝謝,謝謝吳子龍 然後可以去看阿彌陵 阿彌陵 你知道嗎 我去 我去待了一個月 在阿彌陵的時候 不是這個真實 可是其實阿彌陵 夏天的時候有 全世界很有名的藝術界 藝術界 藝術界 然後也有一些台灣的演員 都會去那邊表演 沒錯 藍波森林 藝術家 最方便是坐車子 然後去觀光 去鄉下 因為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可以去那種酒場 然後一邊喝酒 然後就是女生可以去 就是 一直喝酒 好,講不出別的了 講不出別的了 他這個機場很多 我記得 如果我選擇坐飛機的話 我可以從巴黎坐到這邊嗎 波多 對,有波多 最大的飛機是 除了巴黎 有Toulouse、Marseille、Nisse 跟波多 對 這三個都有飛機車嗎 都有,對 好的 是,去法國旅遊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事情呢 注意,我是說 但是夏天不要去那種太熱鬧的地方 因為其實夏天就是 全北部的人都會下去 他們去避暑 去看...去海灘 你們去餐廳的時候啊 因為法國的餐廳 都有外面的位置 對 露天的 對啊,所以你會一邊喝酒 放你的錢包 對啊 跟手機都在桌子上 對 然後突然有一個遊客會來 是 對,然後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有點迷路 我想去這間 我不會說 哪裡 你說什麼 你幹嘛 人家在問路 你說什麼 我說 很像耶 真的 你說什麼 他上去很像 我要去這個地方 他剛曾吃過我要米甩耶 我這個地方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帶你來我家 我知道 一定是我們的人 就... 什麼 一定是我們的人 一定是一大利人 對 摸錯了 他說椅子 我們那時候去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提醒我們 因為桌子跟桌子 不是前後椅子是這樣嗎 這一桌跟這一桌 是 然後他椅子的底下有洞 所以我們一坐下來的時候 包包都會放後面 對 然後他就把它摸走了 所以他說包包一定要放在前面 不能放在後面 不要放在椅背 對 齊天節要到了 還在苦惱 不知道要去哪裡約會嗎 今天就讓約會經驗豐富的 外國新男們來告訴你 究竟有哪些浪漫的景點呢 請問和另外一半計畫 所謂的浪漫旅遊的時候 你要想浪漫旅遊 就跟一般旅遊不一樣囉 很多的細節你知道嗎 請問有些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要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就是說你出國前 你要... 你去那個地方 你就地圖要找好 然後需要就是整備好 你整個這個行程怎麼走啊 怎麼安排啊 然後要讀好這個地圖 對啊,規劃啦 那因為... 應該是說我們上一次 不是上一次 可是前幾次 就是我們去羅馬 那因為大家也是知道 羅馬就是要走很多路嘛 然後因為我們在那邊 我們就本來就是 就早上起來 吃個早午餐啊 然後去一個景點 然後後來因為我們晚上 就是有訂一家餐廳啊 就是很浪漫的一個好的餐廳 但是我們要去找這個餐廳的時候 因為我們做捷運 然後我們從捷運出來的 這個方向 跟我們本來的就是有一點不同 然後因為地圖也沒有特別就是 只是來個出口 只是來個出口 所以就是... 就是我們出來的方向不對 然後就是在找啊 看那個地圖啊什麼的 那到底要怎麼走啊 結果也就是 把地圖拿反啊 然後就是 越走越遠 就是變成就說 我們到底是去哪裡 我們就完全迷路了 那因為這樣子 開始會有一點 不耐煩嘛 因為天氣又熱 那邊 因為夏天 又熱 然後你一直走路很累 然後我們一直就是 就是搞得出去 老婆都說 不要了 我不要什麼浪漫的餐廳啊 我現在只想要回飯店 吃個零食也好 可是因為我就是覺得 我們已經到這邊 一定要走去那邊嘛 所以一直走走走 對啊 一直走走走 可是因為天氣熱嘛 累啊 所以不耐煩啊 然後我們開始吵架啊什麼的 然後到了那個餐廳後 也是就大概一個小時吃到了 因為一直都迷路啊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 地圖要真的是先讀好啊 像我之前很久以前 也有跟有一任男朋友 要去韓國玩 然後因為我們就韓國 有很多很厲害的咖啡廳 我們那時候就買了很多 那種咖啡廳的書 然後就查好了要去哪幾家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是你知道 經濟能力沒那麼好 所以沒有那麼有錢 我們出國前就講好說 那可能就一個人開網路 然後另一個人就是分享這樣子 用分享的 然後我們到了韓國當地 就開始翻那個 原本看好要去的那幾間店 拿著書嘛 然後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照著地圖 因為書上面有地圖 再用手機的地圖 就是Google map 這樣子一起尋找 絕對不可能會錯 然後就很開心 就到了那邊 好 開始找 因為網路太差了 沒有網路 Google是這樣 對 韓國要下載另外一個APP 紅色的那個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啊 然後就用我們原本的手機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 我們只有一個人開網路 所以分享太慢 然後我們就走... 走了好久 點點都不動 然後再走...往回走的時候 點點又飆得跟什麼一樣 就是完全就是 點點都不能用 那個地圖不能用就算了 我們後來就這樣子迷路 找了好久 然後因為英文我不行 然後但是我叫 我叫我那時候的男朋友去問 但是男生面子又很... 就是很愛面子 對 不問路 他就說我們再自己找找看 我們就在那一區喔 繞了有沒有快兩個小時 太久了 真的 而且重點是最後 後面還給我下毛毛雨 我們中途還買傘 後面好不容易找到了 我們整個下午就在那一區找 好不容易找到了 一看 根本就不是咖啡廳 我們就翻了一下地址沒錯啊 怎麼不是咖啡廳呢 然後就進去問 他說那家咖啡廳已經倒了 好 我覺得一翻那個書怎麼可能 一看那個書好像是五、六年前 出版的書 浪費我們的時間 後來就整個大吵啊 他敲得好用力 真的 是很浪費時間耶 不是啦 我跟你講出國網路真的很重要 對啊 我們不要省那個錢 後來再也不敢說 不還好 但我有一對情侶黨朋友 他們吵架是因為錢的事情 出國的錢 因為他們最後一天他們安排... 他們在北海道玩 然後安排一個很有名的 帝王蟹餐廳 然後就找到那邊 第一件事情是 他們沒有預訂 在台灣沒有先訂好 這樣不行 因為他們以為說 在旅遊書看到很有名這間 就直接去現場排 後來他們等了兩個小時 進去吃嘛 吃吃吃吃完兩個人 差不多花台幣四千五 結果要刷卡的時候 發現 真的他們都沒有做功課做好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一直吵架說 你怎麼不做功課啊 對方來說 那你幹嘛不查 這邊不能刷卡 結果他們兩個日幣是不夠的 結果他們就... 兩個吵著吵著就往門口走 然後就坐車上去 這一張還不錯 裝美式 裝美式 他們兩個人在想... 就這樣吃霸王餐對不對 就走了 到底... 而且他們不會講日文 到底現在要怎麼辦呢 然後他們就走出去 看有什麼ATM 趕快想辦法要... 對,直接領 結果去領之後發現 那個密碼是四碼喔 可是我們在台灣不是六碼 對啊 因為海外是四碼 你要另外重新去申請 結果他就領不到錢 然後就用那個Skype 再打電話到台灣的銀行 問說我的密碼是幾號 他就說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問密碼的話 你要先給我一個你的語音密碼 就給我密碼 他就說可是我忘記我的語音密碼 所以他就也沒辦法拿到 他的海外的那個密碼 結果最後弄了很久 他就卡叉點被吃掉 後來好險他終於猜對了 女生 他用的是他男朋友的生日 然後才領到日幣 然後才回去救了兩個人這樣子 這好尷尬啊 很尷尬 這沒有事先做功課 就是為止泡湯 一個你們還沒有講到一個 我自己覺得非常...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注意 了解他的個性 了解他的想法 因為不一定就是 你自己想得什麼很浪漫 這個很重要 就比如說你安排可能沙灘的那一種 有沒有,用餐 然後女生就覺得熱得要死 對啊,鳳飛沙一大堆 像我這個人 我自己覺得 一個很浪漫的一個晚上 就是可能是在我農場 坐在外面 然後打個... 就生一個火啊 然後看星星啊 好可怕 農場 生火 好無聊哦 這個... 農場 小黑紋那麼多 真的,我都不懂你在幹嘛 看星星不能生火啊 而且等一下就會有殺... 變態殺人狂就跑了 對啊 而且會有光耗哦 對啊 對 所以上次... 上次不是都在罵他嗎 對啊 上次那些其他人不是都在罵 你在... 在美國 你帶他們...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很浪漫 那個玩意 然後一回頭 鱷魚就把你吃掉了 就這樣 很無聊的一個行程啊 沒有,我自己也有想過 這個問題我就想說 如果帶我另外一半來這邊 然後就生一個火啊 然後看星星 然後... 你覺得另外一半應該就是鱷魚吧 就是... 沒有,我這裡有想過 然後後來我想到的就是 我剛好... 然後整個農場就燒起來了 不會啦 不會,然後想到的就是 如果帶我另外一半 現在的這個他一定會不喜歡 對啊 然後就是有一大堆青蛙 然後就是他... 好可怕哦 對啊 這個有什麼可怕 你不覺得很浪漫嗎 如果他跟我一樣 但是不喜歡大自然的話 他不會喜歡這一些 沒關係 你跟他說 就是... 那你幹嘛勉強我們兩個相處呢 對,你打得很好 對 那你幹嘛勉強我們相處呢 對啊 不是,所以... 所以你剛剛說的嘛 就是你要先了解 對方喜歡做什麼 對,可是我覺得你心有的也不對 你說大自然很浪漫 對,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說為什麼 大自然是很浪漫 是因為有蚊子跟青蛙 沒有,有很多東西 但是我後來想到了就是 以後我不可能是帶他來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會不喜歡蚊子 他也會不喜歡就是坐在外面 他可能坐了一下子就想要... 就走 然後我自己會不爽 因為我就是安排這個晚上 然後他就不來 我也有這種經驗 有一次我帶女朋友去英國 我覺得帶他去一個很浪漫的 很自然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湖區 是個湖區 然後那邊都是很自然 我覺得很漂亮 那邊可以騎腳踏車 爬山、左船 很浪漫 可以玩得很開心 但是問題是什麼 我看我的女朋友的時候 後面會不會有一個 長脖子的恐龍頭跑出來 不是,有一個 那個有去數個 這個不是數個 這個是在英國背部 不好意思 所以我看我女朋友 感覺到有點不開心 然後我就問他拿你怎麼了 他一直抱怨說 那晚上可以去逛街嗎 他說好啊 我帶你去逛街 這裡要找逛街的地方不容易吧 對啊,但是就去... 以你那張照片看來 可能還要再走個十萬把街 謝謝蔡博文 所以那邊附近有很多小的城市 可是真的也很少 沒什麼逛街 所以他就很生氣罵我 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就覺得 除了浪漫的地方以外 還要走到一個地方可以逛街 對女生也比較浪漫 聽到這邊我們聯合國情難 是不是應該先走了 沒有,但目前我沒有聽到一個... 女生很簡單就分兩個 一個就是都市女孩 一個是自然派女孩 就是這兩個種嘛 不然就兩個都可以 對啊 我們唯一會... 像我不喜歡大自然 唯一會為了誰去大自然 對啊 出去外面玩呢 我覺得什麼都可以碰 可是遇到有機械操作的 千萬不要亂碰 因為那時候我跟我老公 我們去夏威夷跳島 跳四個島 然後去之前我很貼心的 幫他安排每一個島 都租不同的車子哦 我們去市區就租休旅車 然後到可愛島 就租小台的SUV比較省油 然後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島是大島 然後它是火山地形的 然後我就租一台吉普車 就是... 帥 超帥的吉普車 很適合它 對啊,然後就可以越野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剛下了機場 就去領車嘛 結果呢,我們就這樣開完之後 到了飯店 要準備出來再去吃飯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現 就是整台車都沒有辦法動 我們就問他說 你怎麼了 他說沒有 因為他想要試試那個 四WD跟二WD 就是四輪傳動 跟二輪傳動的那個... 因為他覺得 為什麼這台車開起來這麼慢 然後這麼沒力 他想要試試看 結果就卡一個動不了 然後那個時候想說 完蛋了,這台車 我就趕快回飯店找網路 趕快上網查 就是這台車多少錢 因為我想說 壞掉了 壞掉了 一台兩、三萬美金耶 好可怕 然後我又開始查說 那個四WD跟二WD 要怎麼樣切換 可是我找不到那種說明 後來我就回去 後來查完以後 車子可以發動了 為什麼 他查太久了 好可怕啊 我後來就很緊張的時候 他車子就開過來了 我就這樣問他說 你怎麼好了 他說因為他跑到地下室去找那個... 開了別人的車 不是 他跑到地下室去找那個技工 幫他弄 技工師傅也在那裡 不是,是穿工作服的人 技師 不是技工 技工去夏威夷 幹嘛 他不能旅遊是不是 好,他就找一個 穿工作服的人幫他弄 然後一弄就弄好了這樣子 對啊 真的很恐怖耶 所以機械對男生來說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上手耶 真的 真的 去旅行的時候 不要消氣 對,不要消氣 麻煩你這句話對著他再講一次 不要消氣 謝謝 因為我平常去旅行的時候 自己去旅行的時候 都寧可走路 也不要花幾層次錢 那 我之前跟我前女友去歐洲旅行的時候 大概到第五天左右 他已經累得不得了 因為我們每天都走了很遠 連吃飯的時候都沒休息 那一天我們在羅馬 他前一天 他在羅馬那是從巴黎走過去 太遠了 有那麼省 前一天他一直跟我說 張泰倫,我很期待去羅馬的夜店 我聽說那羅馬的夜店很特別 很好玩 但是那天他真的很累 大概七點就睡著了 所以我只好自己一個人去 後來幾天一直罵我說 都是因為你不讓我坐車 我才那麼累 沒辦法去夜店 你把他操到多累啊 七點就睡著了 好久 對 把他還自己去夜店 對 真的嗎 你怎麼還自己去了呢 其實 你知道你的女朋友一直想要去那個夜店 就是想要換一個男朋友 因為太小氣 對 對啊,要走 對啊,一直走 我覺得出國走當然是好 可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走不動的話 那真的會很累 不是,可是我了解 因為我去泰國 我早上七點就出門了 然後開始去很多地方 關機啊什麼 那吃飯什麼 那 走一走 那我們一直到晚上的八點 那八點我們就回去飯店 哇 大家可以休息 那晚上的時候 我們回去飯店的時候 他說 我真的沒辦法 我不行 我要洗個澡 然後就睡著了 他說 你要睡著了 你又起了什麼心 他說我們現在在泰國啊 我這邊還沒來過 我怎麼會去睡著 對不對 多了解我意思嗎 不可能耶 泰國晚上最好玩 對啊 那我說很多朋友來泰國跟我講 很多好的事情 一定要出去吻一下嘛 那女朋友就一直有 我沒辦法,我要睡著 然後說 那我要出去哦 那我差不多升點回家的時候 然後我就按那個電力 你還敢按電力 你還不自己帶鑰匙 我問起他那個卡 然後我一直按 他 他沒有開門 然後我按差不多十分鐘 後來他就很生氣開門 你回來了 我說對啊,不然呢 然後我說 我要睡覺哦 可以嗎 讓我進去 他一開始就是不讓我進去 因為他很生氣 當然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下次想要跟我出國 對啊 可是我就覺得 現在是很奇怪 我們兩個人出過嘛 好,那我問你 如果反過來的話 你女朋友 今天你很早就累想睡覺 是 然後你女朋友說你睡 那我出去玩 然後到三點還不知羞恥 不帶鑰匙回來 你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樣 我...他要走 我就去啊 你少來 去啊 我把鑰匙給他 因為我累啊 我就睡睡嘛 有時候在國外很危險 我那個朋友他是 他就這樣放了男朋友出去嘛 是 後來他...他下去找他男朋友說 因為他們是那個樓上是住的 下面是酒吧 他下去看到他男朋友說 外國人在拉機 OK 因為在國外太浪漫了 對 換他們大吵架 每一個男生一定需要 就是把那個 要練好 真的 真的 因為女生就是很愛拍照嘛 很愛照相啊 然後每次就是出國啊 他們就會覺得 可能就是自己自拍啊 手太短啊什麼的 然後沒有那種背筋啊 然後那種很漂亮的感覺嘛 那... 所以我... 比如說我跟老婆一起出去啊 然後他就每次都會照我 就是要幫忙拍照 然後就找了一個經典啊 然後他要拍姿勢啊什麼的 然後我什麼 全部都拍 但是我就是技術真的很懶惰 然後... 然後因為這樣子 所以每一次拍照 他就是會覺得 你在幹什麼 這個就是超難看的啊什麼 你會不會啊 然後最後會變成說 大吵架 然後他會就是覺得 都是你害的 對啊 然後就是很可惜 可是那種奇怪 你出國是圍了 砰就是照片嗎 而且我跟你講 他們兩個有自拍棒 自己去買了五支還是八支 然後帶出去就說 就用那個就好啦 然後風一吹就倒 風一吹就倒 這是我的問題嗎 是 就是因為你們不會拍照 我們才要買自拍棒啊 好啊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你們不行 我們才要買一些棒子啊 自拍棒啊 不求人 你講話好邊緣喔 然後那個自拍棒就不要用 好嗎 那就說好我們就拿著 就幫他拍嘛對不對 想說趕快拍完趕快可以走嘛 又不能用啊 對不對 而且你看 他還說要拍全身的嘛 就這樣我們這樣擺對不對 他擺了以後 他擺…他就說 頭高一點我就這樣啊 不是 攝影機的頭高一點 你頭高一點幹嘛 不是 他說這樣頭高一點 這樣拍起來比較長嘛 那你頭高一點幹嘛 我不知道 他說頭高一點啊 然後他這樣了以後 他腳又不見了嘛 他說不行不行 他腳是不是又低下來了 他不在那邊頭高一點 會脫一點喔 你們就是沒有用心在幫我拍照 一個下午 到底這要怎麼樣 你為什麼不學學那些展場的男生 多專心的在拍那些模特兒 不是嘛 那為什麼 就像馬丁講的嘛 我們是出來旅遊的 沒有 我們又不出來拍寫真集的 真的 好,請問一下去過哪一些國家 你覺得是 最適合情侶旅遊的 會加分的 重點 我要推薦一個很適合拍照的地方 哇,好漂亮喔 漂亮喔 這個地方是超無可 是一個艾翠島 地方是自然的、澄澄的 因為以前這個是一個鐵路 可是之後政府就放棄了 所以長度差不多四公里 好漂亮耶 然後你知道你在裡面的時候 才外面看不到 所以你在那邊做什麼 就沒有人看到 很多人去那邊就親親啊,請醉啊 然後就很適合拍照 這就是離去的目的嗎 對,就是離去的目的 為什麼 因為還有一個說法說 如果那邊只愛的人 去那邊請醉 之後他們的門牆就會成長的 真的喔 所以很多人那邊就去 許願 對 那個剛剛給你們看是夏天的 這個是春天的 哦 隨便個集結,原色會變 好酷喔 對,所以地方就變,原色不一樣 所以你什麼都集結區 就都原色不一樣 你說這個是在哪,不同區 冬天的 對,這個是短天 你說這是在哪邊 是有方法嗎 在烏克蘭,愛瑞島 好漂亮耶 好漂亮耶 所以它每個季節有不同的樣子 韓國的梨花 梨花洞壁畫村 有 對,這是... 首先你們可以看到這是... 在福壁看很多人都在這裡拍照 對啊 尤其是那個鯉魚 對,鯉魚跟海的這些 對 氣球 這些都是我朋友傳給我的照片 就是有那些情侶 或者是他們都能夠去的地方 你們會聽到梨花這個字 可能你們會講說 是在梨花女子大學那附近嗎 是啊,不是 是在韓國的 我覺得是個最... 跟宏大差不多一樣熱鬧的一個地方 叫做 就是韓國的叫 那個附近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本來是日據時代 那個時候建築 那個時候的建築就是寒屋 那個時候他們都很窮 可是有六十七位藝術家 他們就決定把這個地方全部改造 就全部...他們就開始全部都畫 就變成整個村 全部都充滿了這些畫 所以都很漂亮 變得很漂亮 可是有些... 有些畫是被有些人給刪掉了 對,因為那個地方 就是人聚集太多 就變到 變成沒有地方可以住這樣 就那個地方的人沒辦法住 所以有些圖畫是有刪掉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情人去的話一定 真的那個地方非常非常好 可是我真的覺得韓國很不適合情侶去耶 為什麼 為什麼 女生去... 就是在看我爸啊 然後男生就不斷翻白眼 真的,而且韓國男生都像你這樣 畫眼影是不是 對 眼線 偶像團體一定要 我這個題目我完全沒想到 現在我... 我真的沒想過要怎麼回答 現在男生... 對,眼睛超碎碎的 畫眼線 對不對 你會說情侶去女生都愛看我爸啊 男生根本就是再看不懂啊 真的,而且韓國也是情侶很容易吵架 對啊,像剛剛那種拍照的地方 就是如果男生拍不好 又拍不好 就是在那邊打槽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去民洞 或是去哪裡買個東西 然後男朋友 男生就在那邊急急 車車的 對,女生這樣 我是到底... 對 想聊什麼 沒有,因為我在韓國的時候 看到很多的一些台灣男生 我覺得台灣男生需要一些檢討一下 因為是有一個地方 我看到... 我在韓國看到台灣的情侶 女生穿得很漂亮 打扮得也很好 男生穿了籃球衣服 就是男生會穿一個籃球衣服 你現在說核手震怎麼樣 你現在穿得很漂亮 你現在穿得很漂亮 籃球服也很好看 所以男生要爬子去夏威夷 對 對 所以你說台灣男生出國還是要打扮一下 對,一定要打扮 他要化眼妝嗎 沒有 韓國之外還有一個很近也很方便 在日本 這個地方是你不管是喜歡大自然 還是都市 都很OK的 這哪裡好漂亮 這個是最新的一個景點 它叫做早炎山 然後它是日本的新三大夜景 雖然我是白天去的 可是那個景色真的是漂亮到 我覺得我拍得還不夠好 這只是隨便用iPhone拍出來 好漂亮哦 然後它那個層次是你一望無際 可以看很遠的 然後因為北海道很冷嘛 所以不管那天有沒有下雪 它通常那邊還是會有積雪的 然後拍起來就很漂亮 而且因為白雪在地上 所以如果你拍特寫的話 有點像反光板 皮膚拍起來又很好 所以拍照比較不會失誤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也是各種類型都適合 就是漂亮的餐廳 然後這個是法國的一個 就是很知名情侶都會去的 台灣人比較不知道 然後因為它沒有英文名字 這間餐廳是法文名字 我也看不懂 然後它只要坐下來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色 這邊照片我被切到 但是因為也是用iPhone拍的 所以畫質就這樣而已 可是那邊真的很漂亮 就是可以看到巴黎鐵塔 那一種餐廳都要很早很早 之前就要訂 會很貴嗎 會很貴嗎 看哪一個 如果米其林三星 我建議大家午餐會比較便宜 午餐的話是 什麼東西 比較便宜嗎 晚餐會 晚餐是一個人一萬二起跳 沒有,我那一家不是米其林三星 可是我們那一家就是一家咖啡 然後但是它非常的 它離巴黎鐵塔很近 那你去的話你也可以 像我們如果要省錢的方式 我們就是會去之前先吃飽一點 然後去那邊就點一些沙拉 開胃餐那一些的 然後點一些 看夜景 對,喝一點酒看夜景 吃甜點這樣子 對啊 所以現在就是要我們男生 要加油 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贏一個故事 是不是 我這一次一定會贏 不好意思 從三年前開播到現在 你們沒有贏過一個故事 我們這一次我們就會 因為我現在要介紹的 這個地方就是在紐約 大家都知道紐約 但是大家會想 是紐約城市是不是 對 其實不是哦 在紐約有很多大學 然後第一個要介紹的 就是Syracuse大學 我不知道中文名字是什麼 反正就是在Syracuse大學 他們有一個椅子 那如果你跟你的情侶一起坐下 那要來騎一個 是不是很浪漫 還好 他們不想結婚就不能去 對啊 對啊 沒有啊 還可以有長椅啊 也可以坐啊 好 下一位 沒有,沒被講完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夠浪漫 沒關係 因為我們已經親了 我們已經有機會 我們可能以後一定會結婚 是不是 你就是要帶他去 紐約的另外一個城市 他也有另外一個大學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橋 如果你走過這個橋 手牽手 如果你走過去 橋沒有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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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代表這個人真的很愛你 那你就去倫敦鐵塔就好了 沒有 但是如果... 你說橋沒有掉下來 橋沒有掉下來 就代表這個人真的很愛你 代表這個人很親吧 代表這個人很親吧 沒有,就代表 就是你結婚之後 你就是可能跟這個人 一輩子你就會知道 這個女生好棒 但是如果那個橋掉下來 好荒謬哦 你們兩個可以一起死 對啊 就放過大學生 為什麼只要帶你的另外一半 去大學打擾那些大學生上課 對啊 人家大學是一個上課 培養精英的地方 你們兩個在那邊 不是很奇怪嗎 還好 如果那個對方不想親你 就是找另外一個人 在大學剛好 我這個年紀還滿適合 帝國大廈也很浪漫啊 如果他可以跟你親嘴 就可以結婚 如果他不跟你親嘴 把他推下去啊 紐約這麼多地方推一句 我們講的是很浪漫 就是坐下就穿梭 就是... 很浪漫,你不覺得嗎 你要不要調整一下棒次 算了 丟臉 他還說丟臉耶 再說一次就是 馬爾塔島 在歐洲 馬爾地夫嗎 不是馬爾地夫,是馬爾塔島 他是一個非常好... 馬爾地夫的副牌是不是 對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馬爾塔島 是一個西方人很愛去的一個度假島 然後因為那邊的第一個就是天氣 當然是超舒服的 不會... 因為不是那麼的濕嘛 所以就是... 就很乾... 很乾熱的那種 是舒服的熱 然後超漂亮 因為他們的海邊跟城市 他們就是有分舊的城市跟新的城市 然後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子可以走的 很浪漫的 他在哪裡啊,馬爾塔島 馬爾塔島在... 他是在西... 就是那個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的 這個叫海裡面的 地中海那附近是不是 對...在那邊 然後因為那個是西... 就是歐洲人超愛去那邊 因為這個很...就是很浪漫 超漂亮啊 所以到馬爾塔島是可以碰到地中海的 到馬爾塔島是可以碰到地中海的 可以啊... 然後那邊 因為你去那邊看 都很多都是那種就是 沿著海邊的餐廳啊 跟然後酒吧什麼的 然後你看的人 幾乎都是情侶 大家都是情侶去那邊 因為你真的是很浪漫的 因為你可以就是逛街這些 就是這種老的城市就是很浪漫 然後會很多很漂亮的 或者是你出海 這比大學好多了 對嘛 然後你出海啊 漂亮啊 這漂亮啊 對,然後水也是超乾淨的 對不對 這走到一半也不會垮下來 對啊,不會垮 聽完這個 杜立岡那一段整個剪掉 剪掉就好了 幹嘛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 我自己很喜歡耶 我覺得是巴尼島 這也比大學好多了嘛 對啊 而且因為巴尼島 我覺得我自己還滿喜歡海神廟 因為海神廟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它就在海邊 然後重點是它白天 如果是退潮的時候 你是可以走...走到對面的 一個小島上面 它的廟就在上面 主廟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走那個沙灘 然後就還有一點點水 女生還可以踏著那個沙子 然後你去那邊廟的時候拜拜 然後還會有當地人 讓你喝那個水 然後洗手 然後也可以帶一朵雞蛋花 在這邊 然後就很漂亮 就覺得很浪漫 然後到了下午 開始要長潮的時候 因為它原本是可以走沙灘 到對面的島嘛 但是長潮以後 可是不好意思 你講到目前的行程 是只有對女生而已 好像你不需要男伴 你也可以去這個地方 沒有 男生就是要陪伴啊 你不要這樣子 我們去那邊 他要在這邊買一個花 男生就是要去拍照 男生就是這樣子拍照 會要很長 你根本就是為男雞蛋花嘛 對 他帶那一朵要多大朵 不要這樣 我跟你講 在那邊的情侶真的是男生 他不能帶向日葵嗎 好大的大朵 男生女生真的 都會帶一朵雞蛋花在這裡 可是海神廟有詛咒耶 真的假的 有一個詛咒就是 就是只要情侶到海神廟去 然後之後就會分手 你趕快去 怎麼趕快去 為什麼 很多人都去巴黎島回來 會分手 真的假的 因為在那邊沒有事情做嘛 會吵架 那幹嘛那就吵架囉 對啊 怎麼會 不是生小孩嗎 怎麼會吵架耶 也有 對 今天要介紹一下 這個 是一個很浪漫的一個地方 是一個餐廳 在西班牙巴斯洛 這不是101 82樓嗎 對啊 那是101啦 他... 他是很特別的 他是因為如果你要到那邊去的話 你要先坐一個爛車 電梯嘛,對不對 然後要坐... 不是... 不是電梯 他們也聽他講話 電梯 電梯 你要坐爛車 爛車 爛車 不是爛車 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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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餐廳的名字叫 這個是西班牙文嘛 然後... 然後... 為什麼這個餐廳很... 很浪漫 很有名嗎 是因為你到那邊的時候 就是你剛剛講嘛 跟依林一樣嘛 你看到 所有的城市你看得到 然後很多人去那邊 就是... 你的朋友跟女朋友去那邊 是因為 他們可以在那邊就是 求婚 求婚 對,然後他... 他那個... 這個餐廳的老本 已經到很多人去那邊求婚 所以他已經叫了那邊的員工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 要去那邊求婚的話 他就是要說明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員工會過來 會開始彈吉他 會開始唱歌 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對 幫助他 幫助他 只要你女生沒辦法可以說 不要了 為什麼你講住信 一整個回到中南部的感覺 大家全部人來幫他 希望他... 你講的那個酒族 我化身的感覺 對啊 所以有很多人會喜歡去這個地方 還不錯 還滿漂亮的 就是看風情部的 我跟你說 美國也有一個大學 謝謝 他們有一個音樂課 如果你先提醒他們 他們的音樂課 全部都出來 然後吹一些音樂 你可以聽一些教授的老師 他可以跟他們講 他會幫你... 有,他們出來要吹笛子嘛 吹笛子就有蛇跑出來 對不對 那是印度 那是印度 好啦 我跟我老公去小蜜月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景點 是印象還滿深刻 那時候去夏威夷的那個 茂怡島去看日出 好漂亮哦 因為茂怡島 它有火山地形 然後我們大概半夜吧 很冷是不是啊 對,大概零度左右 對 所以它在那個山上 就是你可以兩個人依偎在一起 頭上還有雞蛋花耶 那不是雞蛋花 它是髮袋 髮袋 所以這個是你們要爬上去嗎 還是... 開車可以直接... 你不用走道路哦 對 開車就在停車場 下車就可以看了 舒服 對,然後它... 因為旁邊是火山地形 所以你可以在還沒有... 太陽還沒有出來之前 看到那個光凸凸的 有點像月球表面這樣子 然後後來太陽出來的時候 因為都會很冷 雲海耶 對,你可以看到雲海 然後兩個人又可以 包著毛毯裹在一起 然後因為那時候 很多人在上面 會帶香檳上去就是倒啊 然後乾杯拍照這樣 那我們兩個那時候是... 大白天耶 對,很多人都這樣子啊 真的 敬一杯日出這樣子 然後... 可是我們兩個人就去 要嘛,你也喝個熱巧克力 好不好,你泡泡麵 可是就覺得很溫暖 對 這真的是台灣人會做的嘛 當然那是香檳啊 然後上去煮麻辣鍋 那是台灣回歡山上 都是已經攤伴了 對,可是因為去夏威夷 通常都是去海邊 可是你可以到一個山上去看日出 然後也可以到山上去關心 因為在夏威夷山上關心 其實很專業 因為他們連那個遊客中心的 廁所的燈 都是那種暗房的 暗紅色的燈 就不會生火這樣子 就是... 你看一下這個照片 才符合真的是 今天我們的主題情侶好... 好浪漫 所謂好浪漫就是好吃 你們有吃泡麵 有自己的這個氣氛嘛,對不對 好玩可以上去看這個雲海 對不對 然後還有什麼 可以拍照 拍照這個也很值得紀念 對啊,而且聽完這段 我不解釋是說 杜莉怎麼還坐在這裡 對啊 然後因為一直堅持 要把我們帶去大學 真的很奇怪,我們就是 他有哪些地方 情侶一定不能一起去的 我有聽說... 靜忌,這是靜忌 我有聽說一個地方 我自己有去過 是在英國的倫敦岩 但是他是說... 那不是最新的景點 對,但是... 如果做的話 你一定會分手 除非你要怎麼打破呢 就是你在... 一眼做一台 一眼做一台嗎,還是... 不是,兩個要一起做 還是他做倫敦岩 我做美麗華那一台 無聊 他打破這個傳聞呢 就是要在頂端的時候 情侶要剛好接吻 你才能打破這個境界 你多了好多地方可以去耶 你不然會分手哦 不然會分手 因為有時候 情侶上去看風景太美了 然後兩個人就會忘記接吻 是有這個傳聞 對 我看到你這個摩天人想到 新加坡也有一個 有 像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他... 你如果要求婚要幹嘛的 比較浪漫的 因為他那個摩天人走很久 他裡面可以吃飯 容納很多人 他裡面可以吃飯的 然後你就可以訂一個燭光碗 那不是兩個人 或四個人的 他是好像有... 裡面可以很多人 對,但是... 但是我跟妳講 我們曾經就在那邊 就在想說 如果有人在這裡面求婚的話 因為他那一圈很久耶 對啊 你到最頂端的時候 然後求婚 他說不答應 然後兩個人就這樣 等一下 等半個小時才能下來 如果覺得尷尬 還可以先下來 先跳了嗎 你們有去過韓國首爾南山塔嗎 有 對,因為那邊的話 你們一定有看過這個 有 這是鎖 那個扣的那個鎖 對,愛情鎖 然後這個是大概很貴 台幣三百塊到五百塊差不多吧 自己買鎖上面就好 買一個鎖 那邊也有 對,自己買也可以 可是那邊的比較漂亮 那邊比較多樣 可是之前呢 為什麼大家在那邊扣鎖 是因為他們覺得 就是把我們之間的愛情 因為我們上學巴黎嘛 對,可能是 多多少少有 然後現在呢 因為那個時候 之前好幾年前 非常非常有流行 那現在 現在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你們只要有扣住 你們就一定會分手 一定有這樣的說法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 對,因為變成是這樣 所以韓國人 現在都很少很少人去扣 因為 我們大概就是扣這個東西 真的好幾年了嘛 然後那些放閃的照片 就是情侶之間 他們都是扣這個 扣鎖啊 我們今天扣鎖了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們最後都分手了 這是經過好久好幾年的 這樣下來累積的經驗 大家覺得說 你們只要扣了 你們一定會分手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對情侶 他們扣了之後是結婚的 所以現在變成是一個走火力 那以後大家再也不要去南山塔了 對啊 還是可以去 對 還有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很辣嗎 對不對 對啊 對 但是還有一個傳說 他們說如果真愛的人去那邊 他們會一輩子在一起 但是如果不是真愛 他們會分手 你現在好多地方要去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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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沒有那麼忙 要去見證你們真愛 因為我有兩個朋友他們去了 然後回來就分手了 因為一直吵架 我不知道怎麼樣 那個時候你知道我也有個女朋友 是因為你也有去 那去幹嘛 是因為我聽說這個承說 那個時候我也有個女朋友 我們的關係不好 那我覺得好 我要跟他分手 但是不知道怎麼分手 因為他就說不要 我們可以試試看了 那我覺得好 我花錢帶他去那邊 然後他看到就那邊可以分手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回來了 其實我們的關係變得滿好的 然後過了兩個月還沒有分手 三個月還沒有 那我就說算了 是不是我們是真愛 那之後我們就在一起 我們就好好的 就努力努力想一想 怎麼可以開心過日 是之後呢 一年之後 他自己去了巴黎的 法國的巴黎的 之後已經訊息給我說 你知道呢 我才這邊遇到了真愛 我要跟你分手 什麼 對 你這樣還要彈破威尼斯哦 所以好氣 如果你要跟男朋友 你朋友分手 要帶他們去那邊 Apple講那個海神廟 他就是真的有一個詛咒 因為以前就是一個公主跟王子 他們兩個人訂婚之後 就去那個巴黎島上玩 結果後來他們就分手 那公主就很傷心 他就詛咒 只要是情侶到那邊去 然後有發生 婚前的 有發生那個行為 就一定會分手 對 Apple是結婚 Apple是還在一起嗎 對 所以我會關心 我朋友後面的動向 真的哦 我有兩任都是這樣 就... 你都有發現婚... 而且還其中有些... 你都有發生婚前... 對啊,去巴黎島啊 人家重點是海神廟 他說... 你問那個幹嘛 他說海神廟 如果有發生才會分手啊 沒有,但是後來衍生到 整個巴黎島就都是了 對 而且其中有一個 還是也去南山塔 也鎖了那個鎖 對 所以都中耶 所以如果要保證一定要分手 就要先飛韓國去鎖個鎖之後 再... 連夜趕去巴黎島 如果... 分不掉就一定要去鎖跟去巴黎島 對 可是後來結婚之後 我有跟我老公為了要破除這個魔咒 因為前面兩個分手 一個就是我們在兩個人單獨去 然後也是住VILA就吵架 然後另外一個是跟親友一起去 可是團隊還是會吵架 但是你們都沒有去海神廟 是已經蔓延到整個巴黎島的 對 太可怕了 就是有去 後來回來就分手 然後後來我跟我老公 我們就決定 好像還滿想去巴黎島度個假 因為很快又很方便 所以我們就挑了一個 全包是度假村 哪裡都不去 就... 出了機場就直接進去 就在那一邊 然後就關起來 然後一直... 然後玩完之後就馬上回來這樣子 然後人家說你們去哪裡 不是巴黎島 是度假村 好堅持哦 像東京... 大學的長板東京 東京、香港、新加坡 為什麼 這很棒的地方 說等哪裡啊 沒有,除非你就是準備花很多錢 你才可以帶你的另外一半去 我自己覺得 因為像我有一次 我就是跟一些朋友 我們一起去那個東京的時候 從頭到尾女生都在逛街 然後我們就是很累 然後我們男生就是要父子踢個包包 然後幫他們刷卡 然後幫他們買東西 沒有啊 如果是我 我就直接去搭小剛住啊 你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如果你要看一下這個 是不是符合未來老婆的資格 你就帶他去這些地方 看他怎麼買東西的啊 也不一定 你看小蘭 翔良哥帶他老婆去這些地方 搞不好幾年後 他們也是分了哦 好壞哦 壞哦 壞了 壞了什麼事 好強 幾年後就講到去了 是不是 所以你就可以測驗說 你的另外一半是不是符合 你未來老婆 對 如果他去東京這種地方 他可以真的省吃鹼用 他可以沒有 就是不是這麼的愛購物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是適合取的 或是不是符合你自己條件的 是 所以接下來你的安排會怎麼安排 你會從哪裡開始走起 沒有 我覺得是今天講了那麼多 你看 真的有一些地方是很適合的 對不對 那也有一些地方 是真的避開真的不要再去 那有些地方很適合情侶 大家一起來 七棚飲辦的 就是來我們的見面會 對 對 那因為情人節要到了嘛 對不對 可以跟我們的新男朋友 一起來歡聚一堂 大家來共襄盛舉 不是很好嗎對不對 對啊 見面會的詳情會在我們的 官網上面公布哦 就在這 是 好 來詳情上一下我們的粉絲專頁 好的 那所以呢 祝你們有個愉快的情人節假期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粉絲一強 下次見 謝謝